第1741章大谋 录影目光掠过建谷主 看向农老汉 又看了看吴木老祖 邱寒老祖以及守诗人 前辈想要与我第五大路开战吗 一句话 建谷主眯起双眼 眼底深处带着深深的寒意 你在威胁我 当然不是 按照前辈的说法 一个月后外宇宙境归东江联盟统治 反过来理解 一个月内 这里应该归属于我东江联盟统治 或者属于我第五大路 前辈目前是否 也属于我第五大路 录影淡笑道 小辈 你没资格与我等废话 就算按你说的那又如何 你可以如何 邱寒老祖礼贺 录影看向邱寒老祖 晚辈知识很奇怪 不想与晚辈对话 又明确给了一个月时间 为什么还要等晚辈来了再谈 说着 他看向建谷主 前辈究竟要与晚辈谈什么 让晚辈屈服 还是亲口答应一个月内退走 建谷主冷声道 建事 承蒙你招待了 录影恍然 原来是这件事 不客气 无意中碰到 他们可是差点死在科技心域 晚辈恰好路过 救了他们 应该的 都是人类麻 建谷主挑眉 不要脸 看着录影认真的表情 建谷主相信如果不是知晓内情 还真可能被他骗了 这小子说谎表情非常到位 你为什么去围着战场 谷主建事问道 原师诧异 围着战场 没记错 那应该是科技心域内的战场 位于一本成语创天苑之间 录影去了那 录影耸肩 不想说 一个月内退出外宇宙 见谷主直接道 录影好笑 原来前辈的目的是这个 如果晚辈说了 前辈是否带着所有第六大陆的人退去 不可能 外宇宙本就属于我第六大陆 已经给你们很长时间了 最多再给你们数月时间 只要你说了 全部说出来建谷主道 录影摇头 数月 一个月 有何区别 那就要看你能付出多少代价 建谷主大声道 录影看向他 这是交易 建谷主的目标不仅仅是录影去围折战场的理由 还有其他事 比如九鼎战绩 比如他所掌握而别人知道却不了解的秘密 第六大陆拿东江联盟威胁录影 录影抬手 五指张开 苍穹老人答应给我东江联盟五片疆域 这个沉默 可还算数 建谷主毫不犹豫 当然算数 不过 五片疆域必须由我们指定 当初录影与红夫人谈的条件是 临近新河巨州的五片疆域 并没有说清楚具体名称 如果由第六大陆指定五片疆域 必然不可能连接在一起 分散的五片疆域对于录影而言毫无意义 而且他相信即便有了五片疆域 生活在这五片疆域内的人也不会好过 这等于生活在敌人的刀锋之下 一旦开战 最先倒霉 五片疆域我不全要 换取五年撤退时间录影到 见谷主冷笑 不可能 五片疆域你要便给你 这是尊者的原话 至于时间 要看你能付出什么代价 如果我公开五片疆域交易仪式呢 也随你 可以试试看 第五大陆有内战 第六大陆同样如此 即便录影公开他曾答应苍穹老人绑架 轻化双雄以对付轻化上人也没用 就像别人公开建宗曾对付白叶族一样 毫无意义 对于第六大陆而言 统治整个外宇宙并没有那么急迫 而今之所以如此 即使统治外宇宙的必要性 顺便也逼迫录影 录影掌握了太多秘密 而东江联盟是录影创立 是他最在乎的 就看录影是否舍得他那些秘密 在录影到达建谷主面前的一刻 一个月的倒计时等于开始 飞船内 元师看向远方 即便身为百万战力强者 这一刻也无计可施 前辈 在您心中 拒受新欲与第六大陆 谁 更像敌人 录影忽然问道 看着元师 元师不解 什么意思 录影道 晚辈知识想知道 如果要把铁血疆域交给一方 您更愿意交给谁 元师盯着录影 沉吟片刻 第六大陆 为何 录影挑眉 元师无奈 不管是第六大陆还是巨兽心欲 对我人类心欲敌意都很深 但在立场上 第六大陆毕竟是人类 人类统治人类 总比被异类统治要好 如果不考虑立场了 录影继续问道 元师道 你想做什么直接说 不久后 录影个人终端内传出铁血疆域若华长老的声音 录盟主 真要这么做 录影目光凛然 照我说的做 若华长老挂断通讯 立刻联系荣耀殿堂理事会 录影的做法太激进 竟然想把铁血疆域送给巨兽心欲 多少年了 铁血疆域始终是人类心欲抵挡巨兽心欲的战场 从未败退过 如今让他们拱手相让 对不起曾经死去的英烈 录影要做得很简单 让出铁血疆域给巨兽心欲 让第六大陆与巨兽心欲交界 必然开战 至于那些来不及撤退的普通人都在条件内 不允许伤害普通人类 第五大陆可以让出铁血疆域 如果不答应 第五大陆则与第六大陆完美交接 铁血疆域也不可能属于巨兽心欲 巨兽心欲面对的将会是更强大的敌人 在来边境的路上他就想到了这点 替第六大陆找一个开战的对手 同时他还会尽可能让一本城逼迫第六大陆攻打创天院 不管第六大陆多强势 同时开启两片战场 他们不会愿意再开启第三片战场 而这就是东江联盟安然退出外宇宙的契机 第六大陆逼迫他以东江联盟为威胁 交出秘密 他也可以想办法逼迫第六大陆 战争就是这样 有时候退一步 才可能在战术上取得领先 就像水船销让出了半个无尽疆域 令整个人类心欲网络连通 改变了人类心欲 露营也让出铁血疆域 给东江联盟取得喘息之际 这个计策 来自维荣 一个擅长打场外战争的聪明人 反正不管是第六大陆还是巨兽心欲 都是敌人 他们开战 路隐了的成全 只要能保住那些普通人就好 这是他的底线 他现在最头疼的是苍蓝疆域 苍蓝疆域距离北方近 内部还有地球和真语星 他很难放手 或许 保留着一片疆域也可以 铁血疆域 若华长老关闭通讯 望向北方 坚持了那么多年 最终 却要送给他们若华长老苦涩开口 身后 韩非语气低沉 长老 真要将铁血疆域送给那些野兽 这是理事会的决定 若华长老道 韩非怒及 多少人留学保住了铁血疆域 在这里 主题永远只有一个 就是战争 所有人都为战争而生 绝不退让一步 出生在这里的孩子都知道 面对那些野兽绝不退让一步 现在居然要让出去 理事会怎么想的 若华长老看向他 上面的决定不是你我可以改变 传令 所有人立刻撤出铁血疆域 实现 十五日 韩非不甘 我无法接受 下面的人更无法接受 顾全大局 去家家的大局 什么叫大局 理事会的大局 让我们这些镇守铁血疆域一辈子的人当逃兵 这就是大局 如果这就是大局 我宁愿死在这里 若华长老目光复杂 他比韩非更不甘 比韩非更早来到铁血疆域 他也不想退走 但又能怎么样 上面的决定不是他可以改变的 录影的计划并没有隐瞒 也隐瞒不了 他就是要给第六大陆找一个对手 巨兽心域抢夺铁血疆域肯定不会满足 铁血疆域一旦被迫 下一步就是整个外宇宙 这就要让第六大陆头疼了 录影给了巨兽心域一个天大的机会 不管他们双方是否开战 都必须警惕彼此 这就是大局 顾全了录影 符合理事会的决策 消耗第六大陆与巨兽心域实力 无论从哪方面看对人类心域都有力 但那些人何曾考虑过他们 扯了一辈子铁血疆域 到头却要当逃兵 这让下面的人怎么接受 若华长老深呼吸口气 再次打开个人终端 联系录影 他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全部说了出来 录影并没有说话 等了好一会 个人终端另一头传来录影的声音 内外宇宙隔绝 是什么 让铁血疆域守住了巨兽心域的入侵 若华长老不明白 录影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东江联盟边境 录影淡淡道 世外宇宙联合 包括我在内 叫得出名字的修炼者都去了 我们为什么可以及时赶到 因为网络连通 长老可知为了让网络连通 水传销总帅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他牺牲了半个无尽疆域 有人说他背叛人类 有人说他丧心病狂 不管如何评价都抹不去 网络连通给人类带来的功劳 功过不能相比 所以他被关押困责 但铁血疆域要记住水传销总帅的情 是他给了铁血疆域守住边境的生机 而这份生机 是用半个无尽疆域换来的 如今我也需要以铁血疆域换取 未来人类新域与第六大陆争斗的圣机 有些事本不应该告诉你 但长老既然有那么多顾虑 我只能告诉你 说到这里 录影您重道 第六大陆球员科技新域 派数千万改造人进入外宇宙 打算与我第五大陆开战 第1742章局外战场 若华长老大惊 你说什么 录影沉生道 第六大陆加上数千万改造人 这股力量内宇宙挡不住 整个第五大陆都很难挡住 这么说 长老应该明白将铁血疆域让出去的目的了 若华长老懂了 让出铁血疆域不仅仅是为了录影 更是为了让第六大陆与巨兽新域开战 以此缓解第五大陆人类新域的压力 所以李氏会才毫不犹豫地同意 这就是大局 损失一成一地 却给未来带来生机 此手铁血疆域就是有些人的觉悟吗 他们的理念只有手吗 长老 替我转告一句话给铁血疆域所有修炼者 我录影 终有一天待他们打出铁血疆域 打入满江 打入巨兽新域 打入天妖帝国录影大赫 若华长老修炼多年 看淡了很多事 但录影最后一句话依然点燃了他的激情 他仿佛看到未来打入满江 逼迫巨兽新域无力防守的一幕 那是多少铁血疆域修炼者的心愿 无数无数修炼者的心愿 我知道了 陆盟主放心 半个月内铁血疆域不会出现任何抵抗力量 若华长老肃穆道 录影挂断通讯 不远处 为避免被原师察觉而未造的第二夜王与硫磺 看录影目光充满了复杂 几句话就忽悠一个老家伙激情昂扬 这就是统治者的魅力 刚刚那些话如果换个人说 若华长老早就一巴掌抽过去 但录影说出来就不同 所有人都相信录影中有一天可以做到 哪怕第二夜王都信了 因为录影至今为止做到的事太传奇 太震撼 太让人幸福 建谷主支给一个月的时间 录影算了算 够了 一个月 可以让铁血疆域内的人类修炼者离开 可以让天妖帝国看到进入外宇宙的契机 第六大陆 巨兽心域 断然没有和解的可能 当初第六大陆可不止入侵人类心域 同样入侵了巨兽心域 他们的仇恨并不小 更关键的是录影还会天把火 再等几天 按录程算 最多九天就可以再与建谷主谈谈了 再谈 主动权就要到他手中 九天时间一晃而过 录影看了看个人终端 上面有罗黄发来的信息 时间到了 录影一脚跨出 来到星空 建谷主可在 对面 众多第六大陆修炼者盯着录影 兄弟的目光就像要把录影撕了 建谷主撕裂虚空走出 身旁依然是农老汉挤人 陆盟主 想通了 农老汉站在建谷主身侧 饶有兴趣看着录影 录影与建谷主对视 语气轻松 想通了 我们撤 建谷主冷笑 只有一个月时间 不 现在 只剩大半个月 录影点头 够了 建谷主几人一愣 够了 铁血僵域还有六天就可以撤离 足够了录影道 建谷主先是一愣 随后脸色大变 你让铁血僵域的人撤离 你敢勾结巨兽心域 录影眨了眨眼 什么勾结巨兽心域 前辈在说什么 晚辈不太明白 录影 你撤离铁血僵域的人 等于放巨兽心域入侵外宇宙 你这是背叛人类邱寒老祖力喝 农老汉皱眉 此此 够狠 录影耸奸 铁血僵域也属于我东江联盟麾下 让他们撤离有什么不对吗 建谷主怒及 他从没想过铁血僵域会撤离 哪里虽然名义上属于东江联盟 但却不可能受东江联盟管制 必要是东江联盟还要支援铁血僵域 那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只属于第五大陆荣耀殿堂 铁血僵域的存在阻止了巨兽心域入侵 建谷主从没想过录影竟然这么狠 宁愿放巨兽心域进来 陆盟主 你这么做 一旦传出去 怎么跟人类交代建谷主寒生开口 录影但笑 我可什么都没做 你们让我东江联盟撤退 我们就退 怎么 有什么问题 对了 提醒一下 铁血僵域内的要塞还未完全清空 至少还需要六天时间 六天 足够你们派人去了 建谷主看向邱寒老祖 带着你邱寒家的人立刻去铁血僵域 必须在六天之内赶到 邱寒老祖脸色难看 他邱寒家距离北方最近 长老 铁血僵域不应该属于我邱寒家 我邱寒家 话还没说完 就被农老汉打断 这是让邱寒家 暂且镇守 稍后会派人接替 不会让邱寒家 用援手在铁血僵域的 去了铁血僵域 就意味着与巨兽心域揭 尽管第六大陆无惧巨兽心域 但却也不想跟他们开战 当初入侵巨兽心域的经历 让第六大陆记忆犹心 巨兽心域实在太荒芜了 入侵之后 付出与得到根本不成正比 与巨兽心域开战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谁都不愿意做 邱寒老祖自然也不愿意 但谁让他邱寒家 距离铁血僵域最近 总不能让他们几人 去守住铁血僵域 修炼一道 层次分明 哪怕祖境强者出手 可以轻易解决战争 轻易也不会出手 在祖境强者眼中 战争知识游戏 同样 在剑谷主等人眼中 巨兽心域入侵外宇宙 也支配与邱寒家 这种层次的开战 还不需要他们出面 除非天妖帝国全面出动 等等 天妖帝国 剑谷主忽然盯向陆寅 天妖帝国 知不知道铁血僵域的事 陆寅诧异 这个剑谷主不笨那 竟然猜到了 以满江的实力 修寒老祖一个人就能横扫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陆寅在来东江联盟边境之前 就想办法将消息发给天妖帝国 唯有天妖帝国内派高手来满江 才能对第六大陆形成威胁 不管是第六大陆 第五大陆还是巨兽心域 都看得出陆寅的计划 但他们拒绝不了 巨兽心域拒绝不了人类心域外宇宙的诱惑 也化解不了与第六大陆的仇恨 第六大陆同样不可能任由铁血僵域落入巨兽心域之手 陆寅的计划如果失败 只有一个原因 那便是他错估了人心 人 生而有善 生而有恶 他以乐看待巨兽心域与第六大陆 如果双方皆未善 巨兽心域不进入铁血僵域 第六大陆也不与巨兽心域产生矛盾交集 那么计划便失败 这可能吗 陆寅从没考虑过 他考虑的只是添一把火 这把火 要在邱寒家即将到达铁血僵域时添上去 如今邱寒家已经去了 我再问你 天妖帝国知不知道铁血僵域的事 剑谷主语气森然 可怕的压力蔓延 陆寅感受到了 这股超越百万战力的压力不是他可以承受的 好在袁师及时出现 帮陆寅挡住 知道吧 陆寅道 看着剑谷主 我也是猜的 剑谷主眼睛眯洗 闪过刻骨刹鸡 点点头 好 够狠 不愧是一统外宇宙的盟主 你的手段 我见识了 但你以为有用吗 就算我第六大陆与巨兽心域全面开战又怎么样 秋寒家 农家 随便几个家族足以挡住巨兽心域入侵 还是你以为巨兽心域真敢与我第六大陆一战 陆寅笑道 我知知道 从野兽嘴里抢食 不明智 你什么时候看过野兽到嘴的肉吐出去的 铁血僵域就是巨兽心域嘴里的肉 陆寅亲手送给他们的肉 若华长老等人对铁血僵域执念多深 巨兽心域就有多深 如同若华长老渴望杀尽满江一样 巨兽心域也渴望杀尽铁血僵域 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会放过 陆寅与满江提条件 对方立刻答应 陆寅就知道第六大陆与巨兽心域的战争快开始了 第二次交谈 见谷主不负第一次时的从容 他低估了陆寅的狠辣 他根本不清楚 这个计策并非陆寅想出来 而是来自维容 如果知道 必然杀入内宇宙 新手宰了维容 一局场外战争 硬生生让他陷入被动 尽管第六大陆不在乎巨兽心域 但战争开启 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就不是轻易可以拿出的 维容给第六大陆开避了铁血僵域这个战场 陆寅同样要给第六大陆开避创天苑的战场 前来东江联盟边境途中 他就联系了科技心域边境的改造人 通过改造人联系到一本城 让一本城想尽办法逼第六大陆进攻创天苑 而且必须尽快 作为条件 他可以为一本城分解材料半年 陆寅现在就在等着一本城的动作 一旦第六大陆开避两个战场 他们就无暇顾及东江联盟 东江联盟就有时间匆容退走 陆寅很想让东江联盟就留在外宇宙 外宇宙是他的地盘 奈何阻止不了大事 第六大陆不是他可以抵抗的 理事会 星际仲裁所 哪怕是禅老都不可能为了他跟第六大陆翻脸 铁血疆域 断刃要塞之上 卡龙摸着暗红色石头 抬头 是无尽星空 卡龙 该走了零了到来 看向卡龙 逼沉道 他是万剑山大师兄 曾经录影还在铁血疆域作战时 他是巡航竞强者 而今已然突破到了狩猎境 第1743章久远的故技 至于卡龙这位天才结语者 录影的同学 已经达到一星掌域终极结语者 可惜因为呆在铁血疆域 名声不鲜 否则可以将内宇宙结语物解补齐 林大哥 我们真要离开 这里是铁血疆域啊 卡龙苦涩道 相比学生时代 他成熟了太多 林乐目光闪过萧瑟 走吧 不用多想 服从命令就是 卡龙叹息 究竟什么原因离开 我都可以闻到那些野兽恶心的气味 我们走了 将预外那些普通人怎么办 放心吧 我问过了 荣耀殿堂早有准备 他们不会有事林乐道 卡龙苦笑 看来是达成协议了 真是可笑 我们在战场出生入死 那些大人物看到了吗 他们达成协议前有问过我们吗 林乐看向远处 不止卡龙 所有镇守要塞的人都不解 迷茫 为什么撤 这里是铁血疆域 他们走了 还有谁保护外宇宙 铁血疆域内的人对外界发生的事了解的不多 怕影响军心 他们不清楚第六大陆即将完全接管外宇宙 卡龙他们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 回望断任要塞 这里埋葬了多少阴结枯骨 死去的 活着的 所有人努力才让这座要塞不被打破 而今 却是他们主动放弃 断任要塞后方 无数黑影出现 是那些星空巨兽 各个目光发亮 带着血的颜色 他们越过铁血要塞 越过那一座座要塞 眼前的断任要塞是最后一个了 一旦越过 代表他们征服了铁血疆域 人类的铁血疆域困住了他们无数年脚步 终于要打破了 若华长老看到那些星空巨兽了 目光冰朗 随后转头 就在他们要去的远方 恐怖气息席卷而来 是星矢级别强者的气息 若华长老等铁血疆域修炼者骇然 星矢不是他们可以对抗的 怎么会有星矢级别巨兽堵在离开的路上 而断任要塞后方 无数星空巨兽兴奋 星矢级别巨兽出现 还在人类铁血疆域边缘 他们迫不及待越过断任要塞 要与之会合 真正进攻人类外宇宙 断任要塞在星空巨兽摧残下快速崩塌 卡龙等人握紧双拳 悲哀的望着这一幕 出现在铁血疆域边缘的星矢级别巨兽自然是暗兽 若华长老等人看到了 那些星空巨兽也看到了 突然地 暗兽后方出现人影 抬手 一爪子落下 战绩 列天爪 邱寒家战绩 列天爪撕开暗兽身体 血洒星空 星空一片寂静无声 赤映照 第六大路邱寒家的人有人力喝 来自撤退的那些人类修炼者中 一句话点燃了断任要塞后方那些星空巨兽的怒火 恰好 铁血疆域外 邱寒家修炼者到了 若华长老当即带着撤退的修炼者朝另一个方向而去 邱寒家修炼者到达的时间刚好是若华长老带着最后一批人撤退 也刚好是星空巨兽越过段任要塞的时机 换言之 如今邱寒家刚好堵在巨兽星域进入外宇宙的路上 暗受死亡 死在了属于第六大路可以映照的强者手中 第六大路还堵住前往外宇宙的路 对于那些星空巨兽来说 这就是战争的信号 或许天妖帝国有聪明人不愿意与第六大路对上 但这一刻 谁也阻止不了那些巨兽 满江的巨兽太渴望冲入人类星域外宇宙了 邱寒老祖冷亨 根本不愿与这些星空巨兽废话 以与之印照者实力席卷星空 可以轻易将这些星空巨兽消灭 一声怒吼 铁血江域深处 一条庞大无比的星空巨蟒游洞 树铜钉向邱寒老祖 天妖帝国同样有高手到达 铁血江域的战争再次开启 不过这次 属于第六大路与巨兽星域 若华长老带着撤退的修炼着远离战场 朝着内宇宙而去 这场战争不属于他们 铁血江域开战 遥远的科技星域一本城内 小熊富城主拒绝了敌军的商议 轻弹给苍穹老人的情报 让苍穹老人确认为这战场出现过起源之物 便派了敌军前往一本城商议 既是为了求援一本城 希望得到改造人的协助 也是为了再次确认起源之物的下落 敌军确认了起源之物就在创天苑 但对于第六大陆球员改造人的条件不满 唯一的要求是必须攻打创天苑 敌军找小熊富城主多次 小熊富城主只有一句话 如果一本城被创天苑打败 哪来的改造人支援你们 这句话无懈可及 尤其围折战场的位置时刻在变 一本城却时处于下风 无奈 敌军只能联系苍穹老人 苍穹老人的意思是 让他继续留在一本城商议 然而就在半个月前 一本城态度大变 逼迫第六大陆立刻进攻创天苑 理由是创天苑加强了战场力量 一本城无力防御 敌军唯有再次联系苍穹老人 最终结果就是他返回第六大陆 科技星域星空 敌军目光闪烁 在远离一本城后 朝着围折战场的方向而去 临走前他无意中透露 要确定围折战场形势 才好向苍穹老人交代 然而实际上 他却是要去创天苑 第六大陆需要的是改造人支援 又不一定必须是一本城 这才是苍穹老人的意思 敌军如今就想去创天苑 与创天苑谈合作 求援改造人 更是为了起源之物 只要起源之物真的在创天苑 苍穹老人可以付出天大代价 苍穹老人很聪明 没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 转而想与创天苑合作 但一本城也不笨 敌军到达围折战场后 迎面而来的是一记绝杀 来自小熊富城主 一本城如今更看重录影 普通材料它们有不少 第六大陆也被摧毁 没什么能吸引一本城的 唯有录影对于稀有材料的完美分解 才能吸引一本城 半年的分解 对于一本城而言是天大的诱惑 不管敌军前往围折战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他死定了 半天城主目的很明确 想尽办法逼迫第六大陆 就对创天苑开战 就在敌军死亡后不久 苍穹老人接到了来自一本城的联系 我是一本城富城主小熊 苍穹尊者 就围了 苍穹老人目光一闪 小熊富城主 何是 敌军死了 死在了围折战场小熊富城主道 苍穹老人目光一缩 语气森寒 原因 背不及 围折战场强者如云 更有你们第六大陆口中的咒之印照者对战 他不熟悉路况 被波及而死 苍穹老人不可能相信这种鬼话 敌军是什么人他很清楚 尽管实力不佳 知识普通印照者 却很狡猾 敌祖都死了 他却带着敌家逃到了外宇宙 是个聪明人 否则他也不会派敌军前往一本城 被波及而死 怎么可能 既然如此 我会再派人与贵城商议 苍穹老人道 敌军死了他不在乎 他现在就想要改造人 想要起源之物 小熊富城主陈生道 尊者就不好奇敌军死在什么方位 有什么意义 敌军死在围折战场靠近创天院的方位 看起来 他似乎要去创天院 苍穹老人皱眉 战场之上 风云变幻 身处什么位置 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 他应该只是去围折战场确认情况 希望 如果贵城真被创天院压制 我第六大陆自然会派人帮助贵城 毕竟你我合作多年 希望这样吧 都说人类狡诈 其实在尊者身上 我们还是看得到诚意的 这是希望第六大陆不要辜负我们的希望 当然不会 那么 尊者 什么时候派人攻打创天院 苍穹老人道 带四尊商议后决定 好 我们等着尊者的答案 通讯结束 苍穹老人立刻联系官生先生 四尊之中 立场上唯有他们两人相同 现在不能攻打创天院 铁血江域已经开战 如果再跟科技新域开战 面对第五大陆那些人就被动了官生先生道 苍穹老人不在意 巨兽星域天妖帝国不放在我们眼里 你我随便去一人 足以让巨兽星域无法踏足铁血江域半步 不要小看巨兽星域 第五大陆人类星域半祖数量并不少 却依然僵持 当初我们进攻巨兽星域损失也不小 巨兽星域没那么简单 否则他们为什么敢与我们开战 你忘了第四大陆 官生先生语气低沉 他这句话让苍穹老人脸色一变 想起第四大陆的过往 那你说怎么办 不要去管科技新域 起源之物如果再创天院 跑不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将外宇宙完全纳入统治下 而且我总觉得一本城态度不对 这其中有问题官生先生道 结束通话 苍穹老人不甘看了眼科技新域方向 短期内无法插手哪里的事了 不过起源之物还是要确定的 除了从创天院确定 还有一个突破口 陆影 当初之所以发现起源之物 就因为陆影去了围着战场 也是从陆影哪里才确认起源之物出现过 只要能让陆影说实话 他就可以确定如何对待一本成语创天院 想着打开个人终端 第1744张巧遇 铁血将域开战在陆影预料之内 拒受新域无法拒绝进入外宇宙的诱惑 第六大陆又不可能把铁血将域拱手相让 开战是迟早的事 如今就要看一本城哪里怎么做了 如果一本城能逼迫第六大陆对创天院开战 它就完全占据主动 现在没必要与第六大陆谈 等科技新域那边的消息就是 不过陆影也不想干等 既然来了边境 距离骤盾星球也不远 可以将死气补足 陆影带着第二夜王和流黄朝着骤盾的星球而去 边境依然有缘失守着 与东江联盟对峙的不少第六大陆修炼者都离开 朝着铁血疆域而去 拒受新域来势汹汹 多亏了陆影提前告诉 让天妖帝国派了高手 否则邱寒老祖一人就能把满江屠路 而今却陷入了僵石 从边境前往咒盾星球不远 只要半天路程 书是边境 其实宇宙中大部分地域不容易通行 修炼者常走的路线都是开发好的 陆影前往咒盾星球的路线虽算不上隐秘 却也比较偏僻 他没想到竟然遇到了熟人 前方 一艘造型如同巨爪一般的飞船越来越近 与陆影所在的飞船同一条线 彼此交错而过 距离不会超过百公里 百公里距离在宇宙中 根本算不上距离 陆影为了不被第六大陆察觉 刻意低调出行 而对面那艘巨爪一般的飞船 一看就属于邱寒家 陆影觉得奇怪 邱寒家现在应该去铁血疆域才对 而去铁血疆域的路线还在更北方 而非这里 按理说邱寒家的人如果不去铁血疆域 应该在边境与第六大陆修炼者会合 但邱寒老祖都不在边境 邱寒家的人去边境有什么意义 随着两艘飞船越来越靠近 陆影忽然感觉一阵星际 有星使 在对面那艘飞船上第二夜王开口 实力 不强 陆影眉毛一挑 拦住 他不管这艘飞船内的星使要做什么 哪怕是去边境与建谷主等人会合 也是增加第六大陆实力 不如在这里灭了 第二夜王看向巨爪飞船 目光一领 惊气神轰然爆发 震荡星空 巨爪飞船轰的一声爆开 一个中年男子拉住一个年轻人朝着远方冲去 脸色煞白 刚刚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无比可怕的惊气神 有极强者出现 这艘飞船属于邱寒家 有人对他们出手 明显是敌人 而且不忌惮邱邱寒家 邱的一声 剑气撕裂星圆宇宙 中年男子亥然 还有高手 他回头看到了那艘飞船 看到了一双双冷冽双眸 高手不止一个 映照而出 中年男子左臂被剑气削断 身体甩向远处 而那个年轻人掉落 早已晕倒 漂浮星空 中年男子半边身子流血 咬牙跨入星圆宇宙要逃 不管那个年轻人 第二夜王冷笑 盯着星圆宇宙 一瞬间 星空波动 中年男子吐血而出 瞳孔忽大忽小 明显沉沦幻境 整个身体战斗 从第二夜王出手 到现在不过几秒的时间 一个星矢便毫无还手之力的重伤 近乎垂死 陆颖看向那个漂浮的年轻人 居然是他 邱寒晴 飞船内 陆颖背着双手 饶有兴趣看着瘫软在地的中年男子 邱寒清依然昏倒在旁 我 我是拜血玉男家的人 中年男人艰难开口 半边身子血液染红了地面 额头汗珠直帽 瞥了眼第二夜王与硫磺 最后 目光落在陆颖身上 瞳孔为不可查收缩了一下 陆颖淡淡道 名字 南齐 李认识我吧 陆颖道 南齐迟疑了一下 点点头 陆颖 陆盟主 陆颖看着他 要去哪里 南齐平静道 边境 各家族都被命令派应照者前往边境会和建谷主长老他们 压迫东江联盟 我男家派出了我 其家族应照者还在路上 估计很快就到了 李说的太多了 怎么 早就想好怎么回答我了 陆颖好笑 南齐面色为变 沉默不语 陆颖看向邱寒晴 我会把他叫醒 你觉得他能不能在我旁边这位高手的幻境下保持清醒 什么都不说 如果他说的与你说的不一样 说到这里 陆颖目光深寒 盯着南齐 我会让你受尽折磨而死 南齐面色更加苍白 恰好 修寒晴手指动了一下 他瞳孔一缩 望向陆颖 我们要去苍蓝疆域 陆颖原本淡笑的表情沉了下来 脸色难看 去苍蓝疆域 南齐点点头 无奈道 接到命令 去苍蓝疆域地球和珍玉星 去做什么 陆颖低沉问道 南齐摇头 具体做什么不知道 我虽是南家的人 但早已投靠邱寒家 此次恰逢邱寒家接到命令 我便陪同邱寒晴出来 目的是什么 你问邱寒晴吧 陆颖弄醒了邱寒晴 当邱寒晴看到陆颖的时候 整个人都傻了 他做梦都想不到 原本要去苍蓝疆域报复陆颖 却正好碰到陆颖 还成了人家接下球 早知如此 打死他也不出来 其实他可以不出来的 接到命令的又不是他 而是他父亲 邱寒家组长 陆颖没兴趣跟邱寒晴废话 直接以白夜里赞幻境控制 让邱寒晴无限沉沦 很快说出了真相 命令来自邱寒老祖 下令邱寒家前往苍蓝疆域地球 何真与星 逼迫陆颖说出一些事 具体什么是邱寒老祖没有言明 知识等他们完成了任务再说 原本邱寒家组长要自己出动 恰好被邱寒晴听到 而南齐也到了 便让南齐去苍蓝疆域 邱寒晴是主动要求去的 只为了报复陆颖 他们也算倒霉 半途恰好跟陆颖碰上 陆颖脸色阴沉 地球 真与星 这两个地方是他要守护的 邱寒家竟然打这个主意 不应该的 邱寒老祖能问他什么事 陆颖能想到的只有邱寒老祖背后的 苍穹老人 应该是为了起源之物 自己去围折战场是为了起源之物 一本成不解陆颖为什么知道起源之物出现 苍穹老人他们同样不解 唯有起源之物才能令苍穹老人他们这么上心 否则铁血疆域已经开战 就算逼迫陆颖 他也无法把巨兽心欲赶出去 邱寒老祖没必要威胁他 更关键的是 这个邱寒老祖是假的 他真正身份是谁 陆颖不知道 没必要为了第六大陆找陆颖麻烦 没有意义 除非 他知道自己知道了他是冒牌或这个真相 陆颖心思急转 邱寒家此举动了他逆领 既然如此 谁也别想好过 解决他们录影淡淡道 南齐亥然 入盟主 不要 我可以投靠你 我可以 话还没说完 他就被第二夜王以惊弃神轰杀 邱寒情死得倒霉那么痛苦 直接沉沦幻境而死 南齐明面上是败血玉男家的人 实则投靠邱寒家 而今还毫不犹豫投靠录影 这种两面三刀的小人就算是新史 陆颖也不要 至于邱寒情 老对头了 灭了就灭了吧 也算帮黄胖子出口气 换个方向 去邱寒家陆颖沉声道 既然邱寒家想动他逆领 他就先出手 现如今对邱寒家出手很安全 不会遭遇邱寒老祖 更不会遭遇四尊那种绝顶高手 而且陆颖也好奇邱寒家到底在制造什么仪器 横跨欣喜的仪器 前所未见 他更对邱寒老祖的真正身份好奇 希望能在邱寒家发现些什么 邱寒家距离东江联盟边境最近 距离骤顿的星球也不远 录影三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邱寒家 此刻的邱寒家唯有组长邱寒称是应召者 华淑 还有从莫江家投靠邱寒家的应召者 都去了铁血疆域 燃血域中 李家老祖死在永恒族手上 莫江老祖死在无尽疆域边界 最后便宜了邱寒家 李家 莫江一脉的应召者全都加入了邱寒家 导致邱寒家实力暴涨 一旦邱寒老祖突破盗咒之应召者 实力将一举超越李家 不罢燃血域 这也是为什么邱寒家够资格去铁血疆域 对战巨兽新域的原因 此刻邱寒家很安静 众多修炼者前往铁血疆域 导致邱寒家从未有过的松懈 谁也想不到录影这时候会来 邱寒家书房内 邱寒称疲惫的望着星空图 家族对战巨兽新域 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没好处 只希望老祖能在铁血疆域之战中修位突破 希望道元宗能看到他邱寒家的努力吧 家主依然没有联系到少爷一个老蒲公敬站在书房外回到 邱寒称皱眉 继续联系 是邱寒称心中不安 有些后悔把邱寒秦派出去 哪里毕竟属于东江联盟 露营那的人很辣是出了名的 如果被威胁 难保不会做出什么事 必须联系到邱寒秦 让他回来 这种冒险的事交给南奇做就可以了 邱寒秦摇摇头挥手 星空图消散 他刚要出去 忽然的 转头看向角落 不知何时 哪里多了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 一个让他骇然色变的年轻人 露 露影 邱寒秦亥然 不可置信望着 此此怎么会在这 第1745章气泡 露影淡笑 邱寒家主 第一次见 九样 邱寒秦毫不犹豫应照而出 体内血脉激发 身体暴涨想要出手 随着剑气掠过 邱寒秦之感觉双腿痛入骨髓 低下头 瞳孔抖缩 自己的双腿 没了 眼前 一个老者现身 手持心圆画剑 冷冷看着他 绝顶高手 这是邱寒秦唯一的想法 身体跌落在地 鲜血蔓延 邱寒秦身体忍不住站立 盯着露影 露影 你想怎么样 露影坐了下来 你邱寒家要去苍蓝疆域威胁我 还问我想怎么样 邱寒秦面色在变 他怎么知道 就算难骑他们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现在到苍蓝疆域 露影不应该知道 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行而呢 露影眼睛眯起 精气神呼啸而出 夜景天明 邱寒秦毫无意外的沉沦幻境 以露影如今的精气神修位 除非达到六十万战力之上 并且精气神还不算弱的心史可以抗住 邱寒秦这种五十多万战力映照者根本扛不住 何况邱寒家的人本就不擅长精气神 沉沦幻境下 邱寒秦藏不住任何秘密 不仅将邱寒家所有的资源位置倒出 还说出了邱寒家战绩功法以及血脉来源 对邱寒家战绩血脉 露影没兴趣 他有兴趣的是资源 以及邱寒老祖的情况 可惜 对于邱寒老祖 邱寒秦也不了解 只知道是老祖 他还不知道真正的邱寒老祖已经死了 随着邱寒秦的死亡 邱寒家最纯正血脉子弟消失 没人知道邱寒秦死了 露影三人来无影去无踪 谁也察觉不到踪迹 离开邱寒家之前 露影将能取走的资源全部带走 让他惊喜的是邱寒家资源居然不少 也不知道怎么得到的 竟然有六亿立方新能精髓 相对于邱寒家拥有与之印照者 以及数位星矢强者的势力来说 六亿立方新能精髓不多 还没有大于网龙一族多 但那是指第六大陆的邱寒家 永恒族入侵 第六大陆被摧毁 邱寒家资源大半遗失 能有这么多 露影满足了 除了新能精髓 还有不少材料 还有晴天霸王血脉 这种血脉如果卖出去 价值不少 露影全部收走 随后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 那个方向 就是邱寒家制造仪器的位置 邱寒称并不了解那个仪器 只是按照邱寒老祖的吩咐做事 露影不意外 真正的邱寒老祖死了 这个仪器是纳得冒牌或要做的 邱寒称怎么可能了解 仪器所在位置距离邱寒家不远 露影三人很快到达 望着接连无尽遥远的金属 露影惊讶 一个个金属连接星球 连接向远柱 他实在无法想象 跨越星系的仪器究竟要做什么 这些金属材料很普通 都不够资格被送去一本城 就这种材质能有什么用 露影都不用出力 就能把一截金属捏碎 不过制造倒是挺精细 怪不得大炮小炮要学习三年才能制作 于星空漫游 跨越星系 露影看出了整个仪器的形状 这个仪器就像一口锅 中间是巨大无比的凹进去的金属面板 四周连接着一根根金属 不计其数的人在修建 邱寒称尽管不清楚这个仪器的用途 但他知道 邱寒家动用了所有人力物力来修建 就连映照者都出过力 露影不清楚这个锅形仪器的用处 那就摧毁 邱寒家是敌人 那的冒牌或同样是敌人 对敌人 他从不手软 敌人想要的东西 他要么抢走 要么摧毁 没有第三条路 动手把露影开口 刘皇抬手 剑气纵横 撕裂星系 令整个星系扭曲 金属仪器瞬间化为碎片 仪器最中间 随着金属撕裂 露出一个黑色晶体 正如大炮所说 如星球一般大的黑色晶体 这个黑色晶体比金属坚硬的多 但在硫磺攻击下同样被粉碎 露影拿着黑色晶体碎片 看不出用途 随便收起一块 正要离开 一抹一色映入眼帘 露影望去 在碎裂的黑色晶体中央有一个气泡 气泡内有带着丝丝红色的液体 液体很小 只有手指大 漂浮在气泡内 那个气泡看上去一碰就碎 露影急忙让硫磺停手 脚步轻点 来到气泡前 第二夜王 硫磺皆好奇看着 能看出是什么吗 露影问道 两人看了半天 看不出 露影也看不出 这个气泡内的液体没有什么符文道数 也许是被气泡遮挡住了 他抬手 打算粉碎气泡 就在手指要触碰到气泡的一刻 停住 想了想 将气泡收进凝空界 走 第二夜王与硫磺没有多问 他们对气泡并不怎么好奇 唯有露影知道秋寒老祖是冒牌货 知道这个冒牌货 假装秋寒老祖真正的原因肯定与这个仪器有关 露影就是想看看接下来秋寒老祖的反应 以此判定这个气泡内液体的重要程度 如果很重要 却因为气泡破裂而消失 他也会惋惜 从始至终都没人知道是他们三人来了秋寒家 灭了秋寒家家主 摧毁仪器 抢走气泡 当远在铁血疆域的秋寒老祖听闻遗器被摧毁后 大惊失色 直接扔下第六大陆修炼者 返回秋寒家 那条来自天妖帝国的星空巨蟒怎么可能任由秋寒老祖离开 巨大的身体横扫 但秋寒老祖没有理会 冲出铁血疆域 你敢离开 我就图了所有人星空巨蟒嘶吼 但秋寒老祖就像没听见一样 义无反顾的走了 剩余第六大陆修炼者仰头 星空巨蟒身体压下 他们发出绝望的哀嚎 东江联盟边境 见谷主看着个人终端内的信息 发出愤怒到极致的咆哮 个人终端内传出的信息来自铁血疆域 随着秋寒老祖的突然离开 第六大陆修炼者损失惨重 被巨兽星域一面倒的屠杀 巨兽星域直接将第六大陆修炼者打出了铁血疆域 入侵外宇宙 尽管那些损失的第六大陆修炼者 大半来自秋寒家 但这其中也有云谷的人 也有其他家族势力子弟 更重要的是巨兽星域打入外宇宙 上面怪罪 第一个找的就是他 见谷主立刻联系秋寒老祖 但秋寒老祖根本没有接 龙兄 麻烦你跑一趟 去秋寒家 抓秋寒风见谷主怒道 秋寒风正是秋寒老祖的名讳 龙老汉不解 秋寒风怎么了 见谷主咬牙切齿 抛弃战场 擅自离开 导致铁血疆域被巨兽星域占据 同时巨兽星域入侵外宇宙 龙老汉惊讶 秋寒风疯了 见谷主看向龙老汉 陈声道 秋寒风必须为这件事付出代价 我第六大陆接手外宇宙 巨兽星域变入侵 对我们来说是耻辱 会被一笑万年 我立刻赶去铁血疆域 吴木坐镇此地 龙兄 秋寒风交给你了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先抓住再说 道元宗一定会追究他的责任 龙老汉无奈 他很不想做这种事 但是已至此 好 我去秋寒家 见谷主带着一群第六大陆修炼者 朝着铁血疆域而去 蒙老汉独自一人前往秋寒家 原地 之留下吴木老族与首诗人 铁血疆域的战况不仅传到第六大陆手中 也传到了东江联盟手中 元师面色凝重 巨兽星域竟然真的把第六大陆打出去了 占据了铁血疆域 天妖帝国不会轻易放手 必然会派高手出动 虽然因为战略而放弃铁血疆域 但如今看到铁血疆域真的落入巨兽星域手中 他还是有些不适滋味 陆尹的战略并非放弃铁血疆域 而是让第六大陆与巨兽星域在铁血疆域开战 在他认知中 第六大陆实力远超巨兽星域 不可能被巨兽星域完全占据铁血疆域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正因为他一个无意识的举动 导致铁血疆域内的第六大陆修炼者 全面溃败 陆尹带着第二夜王与硫磺降落骤盾的星球 因为骤盾的离开 这颗星球上除了几个第六大陆修炼者 也没人在 这几个第六大陆修炼者应该属于散修 找不到更好的修炼之地 只能待在这里 要知道 骤盾之所以在这颗星球立足 完全是因为折叠空间内的其宗 而这几个第六大陆修炼者却不知晓其宗 待在这颗星球上 纯粹是没地方去 陆尹也没打扰他们 直接深入地心 让第二夜王与硫磺守着 他进入其宗之内 第二夜王与硫磺诧异 没想到此地存在折叠空间 他们都好奇陆尹进去干什么了 再次进入其宗 陆尹抬头 黑色太阳一如既往高高悬挂 无人能接近 陆尹一跃而起 朝着黑色太阳冲去 当再也无法接近的时候 胸口处 性命流沙转移 一刹那 身体震动 黑色太阳大了一分 他在接近 与此同时 黑色太阳内释放横跨天空的死气 逐渐与录影连接 死气疯狂涌入录影体内 第1746张那的背影 录影呼出口气 胸口处疯狂补充的死气转动 黑白色雾气逐渐恢复正常 就在录影吸收死气的同时 邱寒老祖横跨星空 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邱寒家 邱寒趁死了 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只有一气 望着星空破碎的金属仪器 邱寒老祖面色难看至极 快速来到最中央 看着无数黑色晶体碎片漂浮星空 他发出一声怒吼 疯狂寻找什么 没有 也没有被打破 肯定被带走了 谁 邱寒老祖自言自语 远处 一艘飞船接近 正是邱寒家制造仪器的人 邱寒老祖灵力望去 是谁做的 那艘飞船内邱寒家的人恐惧 一问三不知 邱寒老祖怒急 随后将飞船摧毁 里面的人一个没逃掉 他现在就像发了风一般 想尽办法要查到摧毁仪器的人 奈何什么都查不到 农老汉到了 望着依然在星空搜寻什么的邱寒老祖 无奈开口 邱寒风 为何擅自离开铁血疆域 邱寒老祖没理他 农老汉挑眉 邱寒风 老夫在与你说话 为何擅自离开铁血疆域 你可知因为你的离开 铁血疆域已被拒受星域占据 并入侵外宇宙其他疆域 你可知这件事对于我第六大陆 话还没说完 邱寒老祖怒喝滚 农老汉一争 随后怒了 他为人和气 不擅长与人争斗 所以在第六大陆同辈之中地位不高 但那是同辈 他怎么说也是咒之应照者 与之应照者面对他都是恭恭敬敬敬 不敢小看 邱寒老祖曾经也是如此 但现在 这个邱寒风真的疯了 竟然敢喝骂他 饶是农老汉脾气再好也忍不住 邱寒风 不知悔过 束手就擒 说完 抬手 宇宙之应照者可怕的实力强行自星圆宇宙出手 妄普以纯粹的星圆压制邱寒老祖 邱寒老祖握紧双拳 细细扭曲 当农老汉一掌自星圆宇宙落下 他抖然抬头 双目星红 瞳孔化为红色 无与伦比的强悍气息冲天而上 粉碎农老汉一掌 农老汉悍然 脱口而出 狮王第三遍 邱寒老祖转头盯向农老汉 你找死 农老汉呆了一下 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跑 新人类联盟狮王便是绝顶可怕的战绩 每增加一遍 肉体力量增强十倍 狮王的肉体力量原本就比普通人强得多 如今第三遍 增加千倍肉体力量 哪怕邱寒老祖知识与之应照者 他也不想对上 更何况此人到底是不是邱寒老祖 他都蒙了 邱寒老祖不应该是狮王 邱寒老祖抬脚跨出 粉碎星空 一拳轰向农老汉 以无比可怕的肉体力量形成气静 直接洞穿星圆宇宙 迎面所看到的一切都将粉碎 无可阻挡 农老汉感受到后方邱寒老祖的攻击 他甚至都能听到邱寒老祖的呼吸 星红双目 狮王变得红色瞳孔令他头皮发麻 他转身 抬手 锁天图 画音落下 身前出现圆形图案 内部有一条条星圆锁画之链构成 直接推向邱寒老祖 邱寒老祖撞上锁天图 他以为可以粉碎锁天图 但他小看农老汉 小看了超过他的咒之应照者 毕竟境界的差距还是有的 邱寒老祖被锁天图困住 四肢被星圆锁画之链捆绑 死死压制在锁天图内 隆老汉再次转身就走 毫无出手的欲望 哪怕邱寒老祖被困也一样 提升千倍肉体力量可不仅仅是攻击 更有防御 他可没把握打破邱寒老祖的肉体防御 吼 一声怒吼 邱寒老祖以强悍的肉体力量生生蹦碎了锁天图 再次冲向隆老汉 隆老汉回望 果真打不死 竟然只困住不到十秒 无奈 他再次出手 横推锁天图 这次邱寒老祖避开了 他虽然可以崩碎锁天图 却不想再被困住 然而他明明避开了锁天图 锁天图竟然拐弯 从后面撞上他 将他困在了里面 趁此机会 农老汉加速离去 咒之映照者速度超越与之映照者 当邱寒老祖再次蹦碎锁天图 已经找不到农老汉 农老汉奋力跑了很远 喘着粗气直接联系苍穹老人 苍穹老人大惊 你说什么 尸王 是 邱寒老祖是第五大陆新人类联盟的尸王 施展了尸王第三遍 我差点被留在那农老汉心有余悸 苍穹老人神色肃穆 对于新人类联盟 他们第六大陆同样了解 那就是敌人 不过远没有第五大陆碰到必须消灭的态度 当初为了对付第五大陆 他们甚至跟新人类联盟合作过 但也仅限于偶尔的合作 这些都是在永恒族摧毁第六大陆之前的态度 随着第六大陆被永恒族摧毁 第六大陆对待新人类联盟的态度彻底大变 与第五大陆一样 碰到必须剿灭 甚至比第五大陆还要愤恨 第五大陆是因为世仇与自古流传下来的规矩 而第六大陆的 则是新仇 那种仇恨远远超越第五大陆 得知邱寒老祖竟然是尸王未装 苍穹老人当即下令距离最近的林同老祖 配合农老汉还有吴牧老祖出手绞杀 至于东江联盟 远没有这件事重要 农老汉告诉苍穹老人可不是为了自己去对付邱寒老祖 尊者 邱寒老祖施展第三变狮王 绝非我等可以匹敌 他的实力太强大了 至少需要朱天应照才能对付农老汉干色道 苍穹老人沉声道 他不过是羽之应照者 哪怕施展第三变狮王 两位就知应照者都足以对付 难道你想让我们亲自出手 农老汉张了张嘴 他就是这个想法 但算了 苍穹老人明显不想出手 尊者 现在邱寒老祖应该跑了 我们也找不到农老汉无奈 不管能不能找到 给我找苍穹老人坚决道 龙老汉更无奈了 东江联盟边境 无目老祖也走了 原地之圣下个守诗人 守诗人存在感极低 看谁都像尸体 原师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 连问都懒得问 骤顿星球内 死气灌入录影胸口处 化为黑白雾气转动 此次吸收死气的量超越了以往 录影身体都被牵引 朝着黑色太阳而去 漠然的 随着大量死气入体 录影陡然睁眼 他看到了残缺的星空 看到了伴随星空化残的斜阳 看到了一头巨大的 没有眼睛 没有四肢的古怪生物 接天连地 摇晃着身体朝着他冲来 目光有远及近 一个萧瑟的背影孤单地坐在大地之上 身侧插着一柄黑色的镰刀 双臂自然平放于膝盖 下巴似乎压在手背上 即便看不到面容 录影也感受得到那个身影的寂寞 还有面对那只古怪生物的平静与淡然 孤单的背影 残化的斜阳 转瞬间被无边黑气淹没 下一瞬 黑气凝聚 化为巨大的黑色球体自虚无之处诞生 压在那只古怪生物背上 古怪的生物毫无反抗能力被压向大地 没有声音 但录影似乎听得到他发出的哀嚎与不甘 然而这一切都被黑色淹没 最终 黑色消散 星空残阳渐渐消失 还有那个背影 以及画面消失录影才勉强看到的那滴血 孤血 画残阳 录影陡然睁眼 目光迷茫 刚刚那副画面是什么 那个背影 还有那熟悉的镰刀 难道那个人就是传说中的死神 那个画面发生在死神存在的年代 世人都说死神是传说 录影即便修成死器 可以死神变 他也没绝对确定死神真的存在过 或许这是一种异想 而他恰好修炼的与那个异想的形象相似 哪怕小史在那本书中看到了 哪怕寒仙宗白家雀认命运的存在 录影依然无法绝对确定死神存在过 但刚刚那一瞬间 他或许可以确定了 死神可能真的存在过 而他差一点就看到死神的样貌了 缓缓降落 胸口处死器补充完毕 甚至更进一步 黑白色雾气扩大了一些 相应的 死神变后的实力肯定也会增强一些 录影颇未惯惜 没能看到那个背影的样貌 如果能看清 他或许会是自死神成为传说后 唯一一个知道死神样貌的人 走出其宗 录影个人终端想起 他看去 惊讶 还有这种事 邱寒老祖竟然抛弃铁血疆域战场 导致巨兽星域占据铁血疆域 见谷主亲自去了铁血疆域 这时 又一道信息传来 吴木老祖也离开 如今东江联盟边境之圣下手诗人 肯定发生什么事了 第六大陆的事不可能跟第五大陆汇报 如果事情很大 会渐渐传到他耳中 但他现在就想知道出什么事了 所以 录影抬起个人终端 联系了一个人 一个久违的人 徐三 徐三是录影从地球带出来的小弟 失踪后到了宇宙海 当初第六大陆入侵 他因为众同天赋被灵同老祖看上 收尾弟子 成为第六大陆黑血御灵同一族的太子爷 录影在宇宙海跟他遭遇过 那个时候 徐三承诺帮录影他们 算是报答 从此不再联系 但随着第六大陆被摧毁 徐三厚着脸皮主动联系了珍宇兴 并与录影联系上 第1747张利益至上 录影防止他被人察觉 始终没有主动联系他 而今是时候了 通讯开启 没一会 个人终端令一头传来大贺 谁 语气充满了高傲与自恋 还有那一丝思维不可查的霸道 录影好笑 我 对面沉默了一下 然后声音压低 老 老大 录影恩了一声 徐三激动 老大 真是你 太好了老大 你终于想起你的小弟阿三了 录影道 你不是不想跟我们有牵扯吗 什么时候 老大 谁挑拨离剑 是不是灵却那的蠢货 还是那的心机女 老大 小三子对您的忠心日月可见 小三刚到外宇宙就联系家了 小三想您那时三大声诉苦 哭诉着过的日子多悲哀 录影无语 这家伙过得多滋润他又不是不知道 哪怕第六大路被摧毁 只要灵同老祖没事 这家伙永远是黑血欲强二代 灵同老祖可是之差一步就突破咒之印照者的高手 一旦达到咒之印照者 立刻成为第六大路道原宗长老 即便如今也是第六大路道原宗护法 地位极高 行了 别废话了 我问你 邱寒家发生了什么事 录影问道 徐三一征 奇怪 邱寒家 我不知道啊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 录影语气冷了下来 徐三连忙道 老大 稍等 小三子立刻去问 说完荒不择路挂断通讯 也不知道找谁去问了 录影与第二夜王还有流黄会合 等了小半天时间 个人终端才想起 徐三声音传出 语气凝重 老大 邱寒老祖是失亡 录影大惊 你说什么 徐三认真道 邱寒家被灭门 族长邱寒称 传人邱寒情都死亡 邱寒家资源消失 邱寒老祖原本应该在铁血疆域对抗巨兽心域 就因为这件事返回了邱寒家 导致铁血疆域战败 被巨兽心域占据 一位咒之应照者奉命问罪邱寒老祖 却被邱寒老祖打退 邱寒老祖施展了第三遍失亡 录影瞳孔闪烁 原来那的冒牌货竟然是失亡 失亡假冒邱寒老祖就为了那的遗弃吧 而邱寒老祖放弃铁血疆域去邱寒家自然因为那的遗弃 那的遗弃竟然那般重要 究竟有什么用 老大 现在好几位强者联手去邱寒家 要灭掉邱寒老祖 邱寒家玩了徐三继续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录影问道 徐三的意道 在第六大陆混了多年 人脉还是有的 自从狄家和墨江一脉衰败 邱寒家便在燃血玉毒大 很多人看不顺眼 如今出了这种事 我们这个圈子早就传遍了 我也是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 才让老大您等那么久 好 我知道了 说着就要挂断通讯 徐三急忙道 老大 那的 听说东江联盟现在处境不太好 有没有什么小三子能帮上忙的 林尽管吩咐 录影奇怪 第六大陆就算被摧毁 来到外宇宙的这批人实力也不弱 跟着灵同老祖逍遥一辈子 为什么还要联系我 徐三刚要一轮马屁拍过去 录影冷冷道 我要听实话 徐三尴尬咳嗽一声 陈寅片刻 其实 那个 灵同老祖要突破了 录影眼睛眯起 突破 那就是从羽之印照者到咒之印照者 突破是好事 但如果突破失败 那就是悲剧 老大 您也知道 如果灵同老祖出事 我在第六大陆就完了 先不说外界那些曾经得罪过的人 就算灵同一族内部都有人找我麻烦 您别看老十六那家伙整天溜须拍马 恨不得天天当马前卒 那是因为灵同老祖在 一旦灵同老祖突破失败 老十六肯定是第一个垂死我的 陆影淡淡道 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那么 如果灵同老祖突破成功 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再与我有往来了 徐三急忙道 老大 您要相信小三子的忠诚 小三子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老大 您一定要相信我啊 陆影懒得听他废话 直接挂断通讯 徐三很聪明 早早的为自己铺好路 尽管有些利益至上 但人都是这样 陆影不在意 哪怕灵同老祖真的突破成功 他也别想摆脱自己了 让他做什么大事是不太可能 但打听点消息还是可以的 尸王 刘皇看向陆影 目光探寻 陆影点头 邱寒老祖是尸王 如果是尸王 不应该为了邱寒家宁愿曝露身份 也敢回去第二夜王道 他很少说话 陆影知道是因为那的遗弃 他更知道 很有可能因为自己收走的那的气泡 或者说气泡内的液体 走 先返回边境陆影道 陆影三人朝着东面边境而去 而农老汉 吴木老祖 以及距离较近的灵同老祖 则朝着邱寒家所在而去 一路上 吴木老祖都在询问农老汉 关于邱寒老祖师王第三变的实力 第三变师王打都打不动 困也困不住 你我单独队上根本没有胜算农老汉 心有余计道 吴木老祖沉声道 一个语之印照者 凭着第三变师王竟然压过了你 永恒族那些怪物确实可怕 邱寒老祖现在肯定不在邱寒家 吴木兄 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他 农老汉问道 吴木老祖摇头 不擅长此道 农老汉松口气 那就可惜了 我也不擅长此道 不过你我的任务就是找到 并灭掉邱寒老祖 说不定运气好能碰上 到时候就全靠吴木兄了 吴木老祖皱眉 却没有反驳 农老汉尽管是皱之印照者 却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战斗 很少 机缘却很多 甚至留下了传说 对于这种人 他也指望不上 而且对于农老汉说的第三变师王的实力 他也不是太相信 毕竟农老汉实力太弱了 在咒之印照者中算是绝对的垫底 两人很快到达邱寒家地狱 然后傻眼了 他们来此之事想顺着线索寻找邱寒老祖 但没有想到邱寒老祖竟然还没走 邱寒老祖依然待在一气碎裂的星系中 寻找什么 双目星红 当农老汉与吴木老祖到来 他毫不犹豫出手 你们找死 农老汉蒙了 这太嚣张了 竟然不走 吴木兄 看你的了农老汉大喊 吴木老祖出手 无形的光圈将邱寒老祖笼罩 这是他的天赋 可以将光圈内的人事物转移到目光所及之处 吴木老祖没有急着转移邱寒老祖 面对邱寒老祖第三遍失亡一拳 他抬手 碰得一声巨响 粉碎星空 巨大气浪席卷向四面八方 无数黑色碎裂晶体被掀飞 就连农老汉都被震退了出去 吴木一族拥有无敌血脉之一的吴木残血脉 破茧而出 完美重生 每次破茧而出 实力都会飞跃 吴木老祖经过数次的重生 实力绝顶 同级别中少有人可以匹敌 在第六大陆很多人认知中 农老汉代表了咒之印照者的下限 那么吴木老祖就代表了咒之印照者的上限 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破茧重生 一旦再来一次 他或许就真的是咒之印照者无敌了 吴木残血脉的特殊性 让吴木一族的人权方位提升 不管是修位还是肉体力量 都非常人可比 哪怕第三变狮王一拳 都没能压制吴木老祖 但吴木老祖依然被打退了出去 算是拼了个平手 吴木老祖震撼 他可是咒之印照者 而邱寒老祖不过与之印照者 实力相差一个层次 而他本人更是咒之印照者中的佼佼者 竟然没能击退狮王 这就是第三变的威力 下一刻 吴木老祖身后出现苍穹老人印照 实力再度提升 邱寒老祖双目星红 再次冲出 凭着无懈可及的肉体力量 愣是硬听吴木老祖不若下风 远处 蒙老汉退得越来越远 是王都市疯子 战斗足足持续了一个时辰 吴木老祖凭借血脉印照 以及吴木一族的战绩 对邱寒老祖形成压制 却怎么也赢不了 甚至无法重创邱寒老祖 邱寒老祖的第三变 狮王一旦攻击到他 就会给他带来创伤 冲老汉 出手 吴木老祖忍不住开口 一边抵挡邱寒老祖进攻 一边力喝 冲老汉再次退后了一些 吴木兄 我就不出手了 防止打乱你战斗的节奏 吴木老祖大怒 盯了眼冲老汉 这一分神 胸口被邱寒老祖一拳击中 忍不住壳出口血 趁着邱寒老祖一击击中的势头 反过来同样击中邱寒老祖 但邱寒老祖仅仅是被打退 伤不了 肉体防御太强悍了 眼看着冲老汉在一边看热闹 吴木老祖直接以天赋转移邱寒老祖 将邱寒老祖扔到冲老汉面前 与冲老汉之有一米间隔 冲老汉先是一呆 然后大惊 邱寒老祖一脚踹出 自星圆宇宙踢中冲老汉 冲老汉腹部发出碎裂的轻响 紧接着琉璃般的碎片掉落 那是一宝 冲老汉保护自己的一宝 被邱寒老祖踢碎了 第1748章严重 冲老汉面色一白 快速施展锁天图 将邱寒老祖困住 急忙后退 这时远方 一缕光芒横切星空 光芒一端来自遥远之外 另一端 则急中邱寒老祖 邱寒老祖被光芒射中 急中知楚直接被冻穿 五目老祖与冲老汉看向远楚 这只暗计 两位前辈 联手吧 第三便失望很难击杀 开口的是个中年人 面贯如玉 极为俊朗 语气沉稳 与冲老汉的忌惮形成鲜明对比 此人正是灵童老祖 徐三的师父 在黑血域 最强者是 早已死去的朱天印照无法 仅次于无法的便是无目老祖 而在无目老祖之下 就是灵童老祖 灵童老祖尽管是羽之印照者 但实力早已达到半步咒之印照者程度 秋寒老祖 凭着第三便失望的特性足以对抗咒之印照者 而灵童老祖 同样可以 对于灵童老祖 即便无目老祖都看不清深浅 当初无法在世时说过 一旦灵童老祖突破咒之印照者 除了朱天印照 少有人可以体敌 五目老祖也被排除在外 这就是灵童老祖的实力 从年轻时期到现在 灵童老祖始终站在同龄人顶峰的位置 他的辈分比无目老祖差很远 然而如今 却几乎可以平起平坐 灵童老祖的到来比农老汉更有用 无目老祖是这么认为的 尤其刚刚的战绩 竟然洞穿狮王身体 威力比他的攻击还强 这时 秋寒老祖征托索天图 星红双目钉向灵童老祖 一时竟有些忌惮 五目老祖再次给秋寒老祖套上光圈 出手 农老汉推动索天图 秋寒老祖猛地冲向无目老祖 索天图自奇怪的角度切入 再次将秋寒老祖困住 灵童老祖眼中 众童分散 随后交汇 盯着秋寒老祖额头 一指点出 明光指 下一刻 光芒聚散 化作一指而出 击中秋寒老祖额头 东江联盟边境 录影悄悄返回 袁氏立刻找到了他 最新消息 秋寒老祖被杀 他竟然是狮王 而且可以施展狮王 第三遍 录影惊讶 秋寒老祖死了 怎么回事 袁氏的情报渠道 来自荣耀殿堂 第六大陆 进驻外宇宙 荣耀殿堂 对他们怎么可能不了解 第六大陆 在想办法打入荣耀殿堂内部 荣耀殿堂也在想办法打入 第六大陆到原宗内部 彼此都在互相安插人 录影有徐三这个情报来源 但毕竟徐三层次太低 了解信息需要时间 荣耀殿堂的情报比他还快 录影听完原师的情报 皱紧眉头 严重了 事态严重了 那个仪器比想象中还重要 什么样的东西 值得邱寒老祖这种超越八十万战力 并且能施展第三变狮亡的高手 宁愿暴露被杀 也不浪费一分一秒寻找 显然 那个东西的重要程度 远远超过邱寒老祖本身的价值 这个冒牌或邱寒老祖建造仪器 不过十年左右 仪器本身不值得它如此 大不了再来个十年建造 重要的绝对是 那的黑色晶体 以及黑色晶体内的东西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有预感 哪怕新人类联盟内外宇宙总部被灭 也远远没有那的东西重要 陆影取出黑色晶体碎片 宁神望着 过了不久 他找到第二夜王 又去邱寒家 第二夜王不解 去干什么 陆影传声道 不干什么 盯着那些黑色晶体碎片 看看都有什么人去 第二夜王道 哪里是失亡于百万战力强者交战之地 去看的人多了 查一查吧 说不定能查到有意思的东西 陆影道 邱寒老祖宁愿在原地搜寻 哪怕生死 而新人类联盟内做这种事的 狮王绝不止他一个 守在那说不定真能发现有意思的人 第二夜王不情不愿地去了 回到边境 第二夜王和刘皇就要避着原尸 刘他们在这反正没什么用 打发走了第二夜王 陆影查看关于铁血疆域的情报 天妖帝国没让他失望 派来了百万战力强者会和蛮江那些巨兽 占据了铁血疆域 见谷主实力超群 却也很难将那些巨兽打退 望着星空图 陆影叹口气 他很内疚 铁血疆域是人类星域守护了无数年的边境 如今就这么被占据 对不起曾在那片星空战死的前辈英姐 放心吧 该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我陆影说话算话 总有一天带着你们杀入蛮江 杀入巨兽星域陆影喃喃自语 剑谷主尽管在铁血疆域 但逼迫东江联盟的可不是剑谷主 而是他背后的四尊 转眼 一月期限已到 吴木老族与农老汉早已回到边境 当一个月期限到的时候 他们齐齐走出 压迫东江联盟 陆影望着星空 目光凛然 陆盟主 一月期限已到 还请退出外宇宙把吴木老祖大声开口 陆影昂首 苍穹老人前辈答应给我东江联盟五片疆域 可还算数 吴木老祖淡淡道 剑谷主已说过 自然算数 不过拿五片疆域要由我们指定 陆影树起一根手指 不用五片疆域 一片 足矣 而这一片疆域 由我们自己选择 吴木老祖没有回答 他无法做主 必须联系苍穹老人 这时 站在吴木老祖身侧不远的农老汉望着个人终端 面色大变 邱寒家再次出现失亡 吴木老祖神色一变 什么时候 刚刚 不仅失亡 第五大陆白叶族的第二叶王也出现 不仅吴木老祖他们知道了邱寒家再次出现失亡一事 陆影也知道了 正是来自第二叶王 第二叶王在邱寒家竟然碰到了失亡 双方一战 互相曝露身份 陆影看着个人终端信息 第二叶王传信 他与失亡知识试探性的交手 却也互相曝露了身份 他们的身份太好辨认了 一个星红疏眼 一个黑白头发 陆影目光凝重 果然 还是有失亡去了邱寒家 那个东西绝对无比重要 这个消息远比东江联盟重要得多 吴木老祖立刻汇报苍穹老人 一天后 第二叶王悄然返回边境 见到了陆影 怎么回事 陆影问道 第二叶王伸出右臂 只见手腕上多出一条血痕 身可见骨 绝顶的高手 失亡 陆影惊讶 第二叶王虽然实力没有完全恢复 却也恢复到了接近百万战力 否则也无法瞒过袁师 这种实力仅仅交手就被伤 可见对方实力 第二叶王道 无意中碰到的 邱寒家得罪的人太多 其中有一个家族去邱寒家落井下时 我距离不远 亲眼看到失亡出手 将那的家族的人全灭 B问了一些话 出于好奇 我想知道B问的是什么 被狮王发现 交手了一场 绝对是百万战力狮王 你怎么也曝露了陆影不满 第二叶王咬牙 面对那种层次的狮王 不全力出手我就死在那了 那个狮王哪怕达不到七神天层次也相距不远 第二叶王显然不了解七神天 就陆影知道的 七神天绝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树枝星空背面战场有十二后 乌灵神却可以让十二后听他的布局 七神天的地位可以想象 陆影望向西方 邱寒家再次出现失亡 白痴都知道哪里有新人类联盟看中的东西 第六大陆现在应该很头疼吧 失亡 第二叶王全都出现在邱寒家 这件事震动了第六大陆 四尊商议后 苍穹老人亲自前往邱寒家查探 他们自然也猜到邱寒家有重要的东西 通过调查近些年邱寒家的事迹 很容易找到遗弃的问题 苍穹老人前往邱寒家也是为了寻找 那个遗弃的用途 朱天映照降临邱寒家 苍穹太远 很容易忽略脚下 比如那种黑色晶体碎片 苍穹老人随手便能捏碎 就不在乎 新人类联盟明显不是为了黑色晶体碎片才来 否则为什么不将这些碎片收走 他们有时间 很多人也都想到了这点 陆影更是清楚新人类联盟的目的 他估计现在新人类联盟在疯狂探查去过邱寒家的人 唯恐新人类联盟找到自己 陆影盯着黑色晶体碎片看了一会 随后打开个人终端 领东是个有自尊的人 出生平凡 以普通人身份修炼 偶然间因为学到了修炼之法 踏上修炼之路 辗转百年 凭着寂静修卫加入邱寒家 说实话 百年才达到寂静修卫 资质真的很普通 在邱寒家也没有地位 这是一个打杂的边缘人物 尤其当邱寒家称霸燃血玉 招揽众波高手 他更是被发配到了角落 成天盯着一个巨大的仪器制造 不能离开 也没有可以交流的人 领东自认自己有自尊 更坚信自己总有一天 可以突破探索镜 成为漫步星空强者 一旦走出这一步 未来将不可限量 所以当仪器被摧毁 当各种绝顶强者与星空交锋 当所有人四散逃跑的时候 他乘坐飞船返回去 带走了一块巨大的黑色晶体碎片 第1749张震撼事件 领东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 但能被邱寒老祖看中 肯定有常人无法想象的功效 半数天后 他知道自己错了 决定高手战斗结束 星空漂浮无数黑色晶体碎片 很多人都拿到了 根本没人在意 如垃圾一般 最终的宿命或许就是成为艺术品 别说领东拿到的那块黑色晶体碎片 还挺对称 是个16边形 滴滴滴滴 个人终端传来急促的响声 领东坐在飞船内 迷茫望着外面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漫步星空 尽管他对自己有信心 但 A 看了眼个人终端 领东瞳孔忽然缩小 随后呼吸急促 不可思议望着个人终端上的信息 请问您的黑色晶体碎片卖不卖 一千立方星能精髓 领东蒙了 一千立方星能精髓 他揉了揉眼睛 对 没错 确实是星能精髓 对于他这种位于底层的极尽修炼者来说 星能精髓是高不可攀的修炼资源 他们使用的一直都是星能精髓 什么时候见过星能精髓 要知道 一立方星能精髓等于十万立方星能精髓 而一千立方星能精髓 不就等于上一立方星能精髓了 领东整个人都激动了 上一立方星能精髓 那是何等庞大的数目 他财产最多的时候不过二十万立方星能精髓 不会是骗子吧 领东警惕 不过想想应该不会 骗子骗他干什么 就为了这黑色晶体碎片 这玩意星空多了去了 等等 领东脸色变幻 既然星空那么多黑色晶体碎片 对方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购买 这不对啊 这时 个人终端再次传来清晓 不够吗 那两千立方星能精髓怎么样 引号点 领东目光瞪大 两千 就是两亿立方星能精体 这 这 他不知道如何思考 看卓信席上的数字 他很想回一句你是不是发错字了 是星能精髓 而不是星能精髓 还不够吗 三千 引号点 领东目光怒了 表情猙獰 咬牙切齿 他确认了 对方绝对是个骗子 是故意骗他的 星空明明有那么多黑色晶体碎片 为什么要花钱买 还花费这么多钱 不对劲 过分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极尽修炼者 竟然有人这么戏耍他 就像一个普通人被告之中了大奖 随后又被告知识骗局一样 这种如过山车一般的心情 让领东几乎想酷血 他愤怒的就要发一大段问候对方父母的话来发泄情绪 这时 又一行信息出现 这么对称的形状确实难得 这样 四千 四千立方星能精髓吧 领东愣愣望逐信息 对称 他取出黑色晶体碎片 不错 确实对称 难道这就是对方购买的目的 这时 又一行信息出现 看来是行家 好吧 我就不废话了 一口价 五万立方星能精髓 成就成 不成我去找别人 应该还有人能弄到这么对称的黑色晶体碎片 领东毫不犹豫回复信息 成 五万 五万立方星能精髓 不过数十秒钟 领东度日如年 盯着银行账户 随着一声清响 他傻傻望着账户信息 他的账户 升级到最高等级了 与此同时他还收到了美比斯银行邀请 希望他成为美比斯银行的贵宾 领东如智梦中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太意外 一瞬间他就成超级大富豪了 别说极竟 哪怕是狩猎竟也很难得到这么多新能精髓吧 他记得一位刚刚突破启蒙镜的前辈曾说过 他循环一次新能需要吸收六万多立方新能精髓 这么说 自己这五万立方新能精髓相当于一位普通启蒙镜 强者体内的新能总量了 启蒙镜 那是多遥不可及的梦 他有自尊 自认为可以达到探索镜 却绝没想过达到狩猎镜 更不用说启蒙镜了 将黑色晶体碎片送来这个地址 不要耍花样 否则 我有办法找到你 对方出手就是五万立方新能精髓 领东打死也不敢耍花样 如果邱寒家还在 他倒是不怕 谁也不敢到邱寒家放肆 但如今邱寒家已经结束了 他又成了散修 没人在意 如果还有如此对称的黑色晶体碎片 就联系我 价格包你满意 合作愉快 领东关闭通讯 他要时间消化一下刚刚的事 不会是做梦吧 他猛地给自己一巴掌 兴奋了 不是做梦 他盯着账户余额 看了又看 如同可以看到天荒地老 第二天 领东收拾好一切 前往破碎黑色晶体的心系 隔角心系 曾经无比厌恶的地方 现在成了他眼中的宝藏 那些黑色晶体碎片无人要 他刚好去捡 那么多黑色晶体碎片 就不幸找不到对称的 领东自认为闷声发大财 但他忘了一个真理 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就在他前往的脚心系寻找 黑色晶体碎片的时候 他的交易记录已经公布在网络上 顿时 无数人沸腾了 五万立方心能精髓 领东能为之疯狂 其他人也一样 多少人终其一生也见不到心能精髓 而今天大的好处摆在面前 只要去的脚心系寻找 只要找到对称性极佳的黑色晶体碎片 就至少可以拿到五万立方心能精髓 这种天大的好事 是个人都去做 顿时 不管是第六大陆还是第五大陆 无数人蜂涌向的脚心系 尤其又有人成功交易后 无数人更疯狂了 还有一些人则看到了 对称性黑色晶体碎片背后的价值 既然有人出天价购买 那肯定有用 那些不缺钱的家族便想办法得到并且研究 得脚心系出名了 先是有决定高手战斗 打崩了心系 随后又有天价交易 如今据说连四尊都在 无数人目光看向了哪里 哪里显然成了无数冒险者散修的宝藏之地 东江联盟边境 录影放下个人终端 天价购买黑色晶体碎片的人是他 要的是把人影像的搅心系 搅乱新人类联盟的视线 防止查到自己身上 那个气泡绝对大有用途 一旦被发现在自己身上 他以后的日子就别想安稳 购买黑色晶体碎片 只是一个影子 录影抹销了付款等一切信息 防止被新人类联盟查到 同时通知大炮小炮隐藏 千万不能露面 如果录影代表新人类联盟 他不仅会查这段时间去过的搅心系的人 更会查探所有知道仪器 知道那个黑色晶体的人 那些人都有嫌疑 而大炮小炮又是近期逃走的 很有可能被追查 好在他们藏身第十院 而且邱寒家可能都没有他们具体身份信息 毕竟实力太低 不值得记录 只要人不出现 不被认出存在的搅心系参与建造仪器就没事 除此之外 录影让东江联盟加速撤向内宇宙 曾经他也想让东江联盟屹立外宇宙东方 想办法与第六大陆谈条件 但他太高看自己了 目前的自己 依然没有资格与第六大陆谈条件 四尊都不会出面与自己谈 能做的唯有转移东江联盟 并且尽可能保留苍蓝疆域 距离邱寒家不远 同一个疆域内有一个小家族 生存在邱寒家夹缝之间 常言向邱寒家进贡 并且为邱寒家服务 随着邱寒老祖死亡 失望身份曝光 邱寒家彻底衰败 甚至要接受到原宗审查 这个小家族 倒是借此机会 吸收了一些 从邱寒家逃出来的人 壮大家族 而网络上 关于天价购买 黑色晶体碎片仪式 也让他们充满了干劲 举家族之力前往的 较心细收集 一天后 家族血流成河 五亿人存活 不少人临死前 都经历过恐怖的事 如同被逼问一般 有的人肉体 都被片片撕开 极为残忍 同样的事件不断在西面疆域发生 不少人被屠杀 这些人被杀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便是或多或少 羽秋寒家有过来往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例 并未太引起关注 然而数天后 一个消息传出 彻底震撼整片星空 不管是第五大陆荣耀殿 还是第六大陆到原宗 都被轰动了 哪怕是巨兽心域 还是科技心域 都轰动 苍穹老人 死亡 第六大陆到原宗死尊 地位崇高 实力强大 朱天映照 谁也想不到 如此决定高手 竟然突然死亡 死状还极为奇怪 甚至可以说诡异 似乎并未经历过战斗 身体毅力星空 静止不动 貌似都没经历过战斗 但就这么死了 死得非常突然 朱天映照强者 哪怕是死也必然轰轰烈烈烈 除了祖静强者 谁可以无声无息杀死一个朱天映照 但当今宇宙 祖静围有三人 都是第六大陆的 不可能杀苍穹老人 就算要杀也不会无声无息 当苍穹老人死亡的消息传出后 彻底震撼所有人 录影得到消息的时候根本不相信 原师面色凝重 目光充满了不可思议 是真的 苍穹老人确实死了 死得很安详 录影毛骨悚然 一个朱天映照 说死就死了 连点水花都没见 怎么可能 查不出凶手 原师看着录影 查不出 没有痕迹 但都猜测是新人类联盟所谓 应该是七神天 第1750张共享情报 录影手指一动 七神天 未必没有可能 但就算是七神天 也不应该无声无息杀死 苍穹老人吧 苍穹老人尽管未必是半组的对手 但反抗还是可以做到的 怎么会被无声无息杀死 这让他难以接受 今天苍穹老人被无声无息杀死 明天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有可能不他后尘 苍穹老人的死带来的不仅是震撼 还有惊悚 新人类联盟屹立第五大陆无数年不倒 实力强悍 如今向第六大陆露出了争鸣的一面 目前出现过的狮王 一个邱寒老祖 单挑咒之印照者 一个与第二夜王对决的狮王 可以打伤第二夜王 如果苍穹老人真是死在新人类联盟手上 这股黑暗实力所隐藏的力量 就真的会让第六大陆忌惮了 如今不管苍穹老人死在谁的手上 第六大陆都不会罢休 毕竟是死尊之一 死了都没人管 第六大陆还丢不起这个人 天南疆域 虚空开裂除走出一位老者 望向东方 叹口气 修炼都不得安宁 老祖会生气吧 A 说完 抬脚跨出 身体消失 不久后 老者降临的脚星系 望着手中黑色晶体碎片 目光怪异 这东西能有什么用 居然隐的永恒族出现 不远处是苍穹老人毅力星空的尸体 没人敢动 而在苍穹老人尸体四周 一批第六大陆修炼者聚集 其中有人看到老人莫名出现 连忙上前想要说什么 前方突兀出现一个人 修炼者看到来人 大惊 参见尊者 此周 众多第六大陆修炼者齐齐行礼 参见尊者 来人正是死尊之一的观生先生 得知苍穹老人死讯 当即赶了过来 官生先生没有理会这些修炼者 静止来到沉思的老者身前 缓缓行礼 上庙官生 见过九三前辈 此周 那些修炼者惊呆 在他们认之中 四尊是仅次于三祖的人物 竟然对那的老者行礼 莫非老者是祖静 他们不敢想象 老者放下手 看向官生先生 好久不见 官生先生与老者对视 没想到九三前辈您都出来了 老者摇头 出来很正常 我第六大陆遭劫 很多老兄弟都战死了 我能活着还是多出来走走吧 说不定哪天也死了 还没看够这片星空 官生先生认真到 九三前辈注定突破阻境 如何能轻易死去 老者失效 看向苍穹老人 他不是也死了吗 死得那么安详 看来是没吃苦 也算幸运了 官生先生目光苦涩 应该是新人类联盟做的 老者点头 七神天之一 妄虚神 您知道 官生先生诧异 老者目光深邃 做妄境的力量 还没有完全消散 官生先生目光低沉 就算是七神天出手 也不可能让他毫无还手之力 七神天最可怕的 除了他们的实力 还有伪装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身边 何人是七神天 人类自古到现在 七神天就是永恒的敌人 如同永恒族 在很多人认知中 七神天就是永恒族 他们知识半祖 在这片星空 他们知识半祖老者纠正 官生先生瞳孔抖缩 您的意思是 老者摇头 不用多说了 七神天主动出手 我们很少经历 但第五大陆 却经历了很多 最近的一次便是至尊赛后 对石墙的暗杀 是时候跟第五大陆聊聊了 铁血疆域 剑谷主神色低沉 最近发生的事出乎意料 从秋寒老祖放下铁血疆域的一刻 很多事就不受控制了 而今居然连苍穹老人都死了 逼迫东江联盟是苍穹老人和官生先生的意思 而今苍穹老人死亡 他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做 一月之期已过 但官生先生估计根本没经历理会东江联盟 他只能先稳住铁血疆域局势 不止见谷主 录影同样措手不及 苍穹老人的死亡让得绞星系事件再度升级 已经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了 更给他带来深深的寒意 一旦新人类联盟发现杀死邱寒称 摧毁仪器的是自己 他都不确定新人类联盟是什么反应 杀了自己 还是抢走气泡 警告一番 如果七神天出现 自己要不要交出气泡 录影思绪混乱 恰好维荣联系了他 询问他要不要趁机做点什么 录影当即否决 维荣没有暴露在刀锋之下 体会不到那种感觉 但录影深刻体会到了 他就怕新人类联盟突然找上来 七神天可都是伴祖 他身边可没有伴祖能保护 物灵神的明眸语的绞星系事件 他也无法确定熟清熟众 不敢赌 最好现在能抽身离开 对 离开 这里的事与他无关 他什么都不会管 也什么都不知道 录影立刻联系禅老 就算要离开 也不能把东江联盟扔下 东江联盟必须退到内宇宙 速度已经很快了 但以东江联盟庞大的地域 还有个大势力 想要去内宇宙绝非一朝一夕的是 他想请荣耀殿堂出面 争取时间 东江联盟虽然是他录影的势力 却也是第五大陆的人 禅老在听到录影的请求后 答应了 老夫竟可能与第六大陆协商 多给一些时间撤离 录影感激 多谢禅老 因为陆小璇身份的曝光 禅老对录影的态度没有一开始 那种发自心底的维护 少了一分关心 多了一分利益 这很正常 录影可以理解 站在禅老的角度上考虑 录影属于数只星空陆家传人 而陆家当初可是带头离开第五大陆的 是被厌恶的远古毒性 而不是遗留在第五大陆那些合法的远古毒性 禅老没有翻脸 陆影就很感激了 按照正常情况 他应该被赶出第五大陆 如同当初时觉得一纸陆性审判 谁也挑不出毛病 新人类联盟这次动静闹大了 这与他们一贯的作风不同 你自己小心 或许至尊赛后的暗杀还会出现禅老警告 陆影脸色肃目 若欺神天暗杀晚辈 晚辈 避不开 禅老沉默了一下 伴祖不会时刻保护你 好自为之吧 陆影恩了一声 谢谢禅老提醒 刚刚第六大陆派人联系我了 并非四尊禅老道 陆影好奇 不是四尊 难不成是长老 禅老认真到 到原宗内的底蕴强者 不参与俗世 伴祖级别的 陆影不意外 苍穹老人是朱天映照 然而朱天映照并非肯定是伴祖 甚至如今的四尊都不是伴祖 伴祖隐藏在到原宗内 就像第五大陆 九生长老 届山首座都足以与第六大陆四尊交手 但他们却不可能跟禅老他们交手一样 裁判常说不准 太神秘 伴祖一门心思修炼 因为距离祖境之有一步之遥 这一步一旦跨过去 改天换地 真正实现蜕变 对修炼者而言也如同神一般 大部分伴祖是不会参与俗世的 禅老也一样 荣耀殿堂很多事都交给 新济仲裁所与理事会决定 第六大陆到原宗有几位半祖强者 陆寅好奇问道 禅老传声道 不清楚 但 不会多 第六大陆遭劫 到原宗真正山门被破坏 三祖抵挡在外 半祖死伤不会少 联系的这个人被称为九三 九 是第六大陆五祖之姓 五祖名为九乡 三 是排行第三的意思 此人是五祖第三众孙 陆寅导吸口凉气 居然是五祖的重孙 这可真是出现大人物了 连五祖的孙子都闹出来了 告诉你 这是让你有个准备 我与他谈 东江联盟也在话题之内 如果此人找到你 不要失礼禅老道 陆寅点点头 晚辈知道了 禅老与九三的交谈无人知道 直到一天后 陆寅接到禅老通知 东江联盟可以得到三年时间迁移 陆寅松口气 三年 足够了 他连忙问禅老付出了什么代价 禅老知识说 共享新人类联盟情报 不管第六大陆当初对新人类联盟态度如何 在永恒族入侵第六大陆 逼迫他们来外宇宙那一刻起 他们对永恒族 对新人类联盟的恨知会在第五大陆之上 共享新人类联盟情报对双方都有利 至于东江联盟 在第六大陆眼中无所谓 三年的时间对于修炼者而言过得也很快 没有第六大陆威胁 陆寅当天便带着第二夜王与硫磺离开了外宇宙 三年之内不仅要把东江联盟迁移到内宇宙 更要一统内宇宙 至少让内宇宙不再有敌人 而新人类联盟的是 他一概不知道 隔角星系事件与他毫无关系 星河聚州朝着内宇宙而去 整艘星河聚州都散满了人 包括那些停泊飞船的船舱 还有甲板以及钓鱼的地方 都是东江联盟的人 录影可以在第二夜王 还有硫磺带领下横穿星河聚州 但他没有 而是选择乘坐星河聚州朝着内宇宙而去 自星河聚州被建造成功到如今 这应该是唯一一次散满了人 而今后这种情况会持续三年 第1751张右耳 垂掉台旁 有人叹气 正是曾在夜王星以及乱神宗与录影见过的黑大叔 别挤 遵守纪律 前面的别往后退 再退就掉下去了 你们哪的 我们是魔都疆域的 魔都疆域不是应该在另一边吗 那边是太魔殿 我们从属于太魔殿 别挤 掉下去了 你们呢 我们是洪荒宗的 黑大叔无奈 没想到有一天居然能在星河聚州上看到人挤人 A 打扰你垂掉了 一道声音传来 黑大叔下意识点头 然后猛地惊醒 陡然回头 作为启蒙镜强者 有人来到他身后 他居然没有半点察觉 入眼所看 是一个陌生男子 你是谁 男子嘴角弯起 你不是应该在乱神山吗 黑大叔瞳孔一缩 盯着男子双目 随后不可思议 入 男子束其手指 让黑大叔晋升 这个男子自然是录影 卫装了一下 方便不被人认出来 否则就要引起轰动了 不想回答 你不是应该在乱神山吗 录影问道 目光看向星河 符文道数掠过 遍布星河 也不知道最深处有什么 黑大叔脸色难看 迷路 无意中走出来了 录影好笑 是麻 既然出来 为什么不卫装一下 就不怕在这星河垂吊被我碰到 黑大叔干色道 碰到怎么了 我又不是你的囚犯 录影点点头 收获怎么样 什么收获 黑大叔不解 录影指了指星河 我想吃果鱼了 黑大叔无语 我没有 那就钓 不方便 不管怎么算 钓鱼的地方还是有的 容纳一个人而已 录影随意道 果鱼能带来熟悉的味道 他想凭着这种味道尽量召回陆小璇的记忆 不管是味道还是不算 只要能召回记忆就好 他自认识录影 陆小璇应该是死过一次的人 但奎罗的话让他在意 陆小璇自创翻天掌 成为陆家绝学 尹的陆祖现身 如果能回忆起翻天掌就好了 翻天掌 一听就很厉害的样子 与黑大叔随意聊了几句陆影就离开了 星河聚州在航使了一天半后 到达内宇宙 内宇宙有人安排东江联盟的人进入阎蓝流界 王文等人早已给各大势力分好的地方 当然也有人不愿意离开外宇宙 宁愿接受第六大陆统治 这部分人陆影也不打算带走 不必勉强 东江联盟不愁招不到人 诺大的内宇宙在这 是时候解决一些事了 陆影回到罗斯帝国要塞 第一件事就是将刘皇派去建宗 要对建宗下手 他并没有遏制刘皇的手段 但刘皇是聪明人 他的身份就是最大的威胁 尽管曝露身份会对荣耀殿堂名誉形成打击 但他自己也要倒霉 建宗要跟着倒霉 这不是刘皇想看到的 否则他也不会跟陆影那么久 安排刘皇前往建宗后 陆影来到了植物园 见到了小树苗 小树苗发现陆影到来 非常开心地跳过来 树枝缠绕陆影手指摸缩 很亲密的样子 陆影对他来说如同父母 而那株枝会逃跑的大树 更想跑了 植物园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植物 而照料植物园的人让陆影眼熟 是个年轻人 两米身高 全身未绿色 那人看到陆影到来 急忙行礼 巴拉罗参见盟主 陆影疑惑 随后想起来了 是你 跟着古蕾斯的人 巴拉罗恭敬道 是 属下巴拉罗 被招募前来照顾植物园 陆影点点头 笑道 那就拜托你了 愿意为盟主效力 巴拉罗急忙回到 当初地球末日 巴拉罗也是前往地球 参与考核的学生之一 于古蕾斯一组 记得他是大禹帝国太空学院的学生 没想到今生有机会见面 还在这里 这里怎么样 还习惯吗 陆影摸了摸小树苗问道 巴拉罗瞥了眼小树苗 一切都好 属下会照顾好植物园的 陆影点点头 那就好 说完 带着小树苗出去了 他要陪小树苗一会 哄的一声清响 陆影回头 大树砸在地上 巴拉罗头疼 整个植物园就这株大树最麻烦 整天除了逃跑还是逃跑 也不知道哪来的执念 更不知道逃了有什么意义 什么人把这种东西送进来 如果不是大树 他要轻松以备 陆影笑了笑 牵着小树苗离开 就在陆影与小树苗培养感情的时候 永恒国度不再寂静无声 一个个失望走出 街道上 作威作福的鬼猴则蛇 哪那么多怪物 一个个都冒出来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希望别波及小树子 猴哥我还等着让他五体投地 陆小树 猴哥要来了 哈哈哈哈 物灵神黑暗塔内传出声音 妄虚太冲动了 杀了苍穹老人等于告诉全宇宙 我们很在乎某个东西 这样知会更难找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的脚欣喜 杀了苍穹老人也是对一些人的警告 否则那么多人去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必须找回那个东西 有人在捣乱 故意引诱一些人去的脚欣喜 可惜没查到 否则一定有线索可以揪出背后的人 与邱寒家有任何接触的人都查了 已经开始查了 第六大路也越来越警惕 半组都出现 麻烦 这么找下去估计上千年都找不到 不这么做还有什么办法 沉默了一下 突然有声音出现 踩新门 不算 不错 谁接触过晶体 谁就有可疑 立刻去找踩新门 不容有失 第六大路的屠杀依然在继续 凡是跟邱寒家有关的 有可能去过邱寒家的人或势力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还有给邱寒家提供制造仪器材料的供应商 以及运输仪器的舰队等等也都在打击范围内 新人类联盟疯狂要寻找某样东西 第六大路也没有成绩 四尊时长老集体出动 以与邱寒家有关联的人为诱饵 与新人类联盟展开交锋 领东呆呆望着飞船外那双星红树眼 整个人都麻木了 无法动弹 巨大的恐惧笼罩星间 狮亡 这是第五大路新人类联盟狮亡 这种东西为什么找到他 狮亡一拳轰碎飞船 巨大的压力将领东推向宇宙 领东连反应都做不到 他知识极尽 无法适应宇宙环境 一旦出了飞船必死无疑 吃亡抬手 冰凉坚硬的手掌抓住领东脖颈 发出干涩的声音 谁 给你钱 地址 领东瞳孔抖缩 果然是因为黑色晶体碎片 他后悔了 不应该贪婪 对称性黑色晶体碎片绝对大有用途 否则别人也不会花天价购买 现在居然连狮亡都引出来了 我不知道他是谁 交易也是在网络上领东艰难开口 狮亡盯着领东双目 那双新红树眼森寒可怕 领东绝望了 他感受到薄金楚的手掌越来越用力 身体渐渐寒冷了起来 突然地 又一只手掌出现在眼前 跨越空间拍击在狮亡头颅上 将狮亡头颅打得粉碎 薄金楚 狮亡手掌掉落 领东环环转头看向一旁 一个中年男子神色谨慎 收回手 与领东对视 领东认识这个人 燃血玉皇家家主皇历 一位启蒙镜强者 皇家曾经也出过映照者 不过随着映照者死亡渐渐衰弱 他之所以认出皇历 还是因为皇家出了一个皇三 拐走了曾与秋寒家少主梅兰眼去的燕家女子 导致秋寒家处处针对皇家 以至于燃血玉无人敢与皇家卫武 皇家处境很差 他作为秋寒家的人 自然要认识皇家的人 多谢皇前辈救命之恩领东恭敬行礼 感激道 皇历淡淡道 不用谢 危机并未过去 领东恐惧 还会有狮王出现 皇历看向远方 一天没找到他们要的东西 他们便一天不会罢休 新人类联盟在第五大陆沉寂 那么多年始终不出 如今却高调出现 那的东西太重要了 领东心底发寒 前辈 那我们怎么办 他极度后悔 五万立芳心能精髓 现在看可能要了他的命 皇历看了眼领东 去到元宗吧 有可能不用死 这话不知是对领东说的 也是对他自己说的 皇家与秋寒家的矛盾 所有人都知道 如今凡是与秋寒家有牵连 不管是友好还是敌对 都遭到新人类联盟袭击 他皇家 也不会例外 到元宗下令 第六大陆所属 达到启蒙镜 者尽可能找到与秋寒家 有牵连之人予以保护 这不是保护秋寒家 而是保护第六大陆的荣誉 黄历尹会贴了眼远方 他身后 同样有人保护 而他还有整个皇家 就是调出新人类联盟的诱饵 陆尹为了不沾染的绞心系事件 关于第六大陆的事一概不打听 防止被新人类联盟想起来找到他 之所以新人类联盟不找他 是因为没想起来 一旦想起来 就有可能查到蛛丝马迹 他再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第1752章 名语例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外宇宙西面疆域屠杀从未停止 据统计 死去的尸亡超过上百 都是漫步星空的尸亡 有的甚至达到星矢程度 而第六大陆损失也不轻 就连铁血疆域战场都受到影响 因为如今与巨兽星域对战的很多修炼者都来自邱寒家 被宇宙建宗山门 刘千诀尽心垂调 立长老走来 宗主 就这么放任东江联盟进入阎兰流界 不然还能如何 刘千诀淡淡道 立长老沉默 他也不知道应该能怎么样 但东江联盟现在少有的陷入颓势 他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好了 退下吧 刘千诀淡淡道 立长老行礼 随后退下 刘千诀洗手 一条巨大的怪鱼被吊出 他看了一眼 皱眉 直接扔掉 这条鱼不好吃 现如今东江联盟被逼的退出外宇宙 他也想做点什么 但逼迫东江联盟的是第六大陆 一旦现在做什么 如同与第六大陆合作 一路引在荣耀殿堂的影响力 很有可能安一个勾结第六大陆的帽子给建宗 荣耀殿堂代表了第五大陆的大势 而陆颖 掌握这个大势 在大势大飞面前绝不能犯错 连心已经去了古流界 神谷王朝再怎么避世 也不可能无视东江联盟 不可能无视陆颖 神谷王朝 建宗 陵陵族 白叶族 神品堂再加上文家以及内宇宙各大小流界 这些势力一旦联手 足以将东江联盟压在阎兰流界 这些势力代表了内宇宙的大势 荣耀殿堂也不能插手 这是规则 否则以荣耀殿堂的实力早就一统全宇宙了 多是知秋啊 连新人类联盟都高调出现 什么都不做方位上策 还是避开把刘千诀感开了一句 继续垂掉 突然地 一道声音在他后方响起 可惜你避不开了 刘千诀身体一僵 手中鱼干化剑 身体明明还在原地 却有一道剑锋向后刺出 洞穿星圆宇宙 剑气垂落 令整个剑宗都战斗 所有常见第一时间发出清明 砰的一声 剑锋断裂 刘千诀依然坐在原地未动 知识目光充满了忌惮与震撼 他的一剑 被破了 而且是以剑法而破 对方不仅看穿了他的剑术 甚至可以找到这一剑的破绽 最让他震撼的是 对方的战力并未表现得比他强 刺方剑诀 你竟然练成了这门剑法 毅力很好 可惜这门剑诀破绽也很明显 每一个方向总有无法切入的点 这个点就是破绽 刘千诀眼睛一喜 阁下 是何人 惊叹号 成 剑鸣轻响 插入刘千诀身前 那是一柄剑 通体绿色 剑饼长度可达剑身半数 剑饼与剑身之间缠绕螺旋花纹 看似如奇异凶兽 又如同水滴交汇 形成三脊之形 这柄剑曾被露影所化 当初就令刘千诀神色大变 因为这柄剑之属于一个人 刘皇 剑宗史上最出色的奇才 刘千诀陡然转身 一眼看到距离他不过百米远的刘皇 目光震撼 充满了不可思议 你 不可能 你不可能活着 刘皇背着双手 目光复杂 是啊 不可能活着 一个被荣耀殿堂示威祸端的存在 怎么可能活着 但我就是活着 活在了那百万里昆泽之下 刘千诀手指颤动 昆泽 刘皇点头 是啊 昆泽 刘千诀皱紧眉头 不可能 当初你明明死了 刘皇传声道 荣耀殿堂有一人 天父未假死 正是那人出手将我关入昆泽 没听过刘千诀道 刘皇无奈 在那次之前 我也没听过 你凭什么证明是那个人 刘千诀问道 紧盯着刘皇 刘皇望向一个方向 我刘家在这方星空的老祖 就埋葬在那 说着 手指轻点 画出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山沟 刘千诀瞳孔抖缩 刘家于这方星空的老祖埋葬之地很多人都知道 但他们知道的是假的 唯有历代刘家之主才知道真正的埋葬之地 埋葬之地并不是太大的秘密 也不会有人特意去查 当初之所以弄个假的 无非是老祖自己想埋在那片山沟 而后人觉得山沟不体面 这才编了另一个埋葬之地 这件事不算大 却是刘家人最大的秘密 还不姓妈 那么 说着 刘皇点出了他曾经的修炼之地 以及那一辈人终于他有交集者 这些人都已经老死 名单却可以查到 如果还不幸刘皇手指一动 绿色长剑飞入手中 抬手 第十三剑 话音落下 也不见他动 刘千诀身体一阵 鲜血顺着嘴角流淌 缓缓蹲下 第十三剑 这 确实是第十三剑 后背刘千诀 参见先被刘千诀缓缓缓行礼 刘家劳祖埋葬之地 自己的生平以及第十三剑 让刘千诀无法再怀疑 刘皇收起长剑 缓缓走到湖旁 刘千诀抬头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刘皇坐了下来 我见宗锐气无双 一旦出现绝顶高手 星空便不再平静 所以 我理所当然被关押在昆泽 永生永世无法出来 刘千诀握拳 与白夜族一样 刘皇好笑 比白夜族幸运 第一夜王和第三夜王被逼入巨兽心域 一个死 一个不知所踪 而我还不错 尽管被关押 却有逃出的希望 昆泽暴动 刘千诀脱口而出 刘皇看向他 见宗立代宗主 不乏心思深沉 野心极大者 然而更多的却是专心于见到 你 属于哪一种 刘千诀目光一闪 后背不明白 刘皇看向平静的池塘 有人与我说你杂念太多 明明退位 却又重新上位 对于见到的执着远 没有野心来的大 刘千诀呼出口气 陆颖 刘皇点头 刘千诀苦笑 早该想到的 昆泽暴动 陆颖就在现场 以我对他的了解 这件事就算不是他一手策划 结果也与他脱不了关系 这是后背不明白 陆颖难道是因为您才参与昆泽暴动的 等等 忽然的 刘千诀面色大变 第二夜王 刘皇神色平静 没有插眼 刘千诀神色苍白 手脚冰凉 对 第二夜王 如果说陆颖参与昆泽暴动 放出了刘皇 怎么可能任由第二夜王逃走 他可是陆颖 做事可以说滴水不漏 不可能把第二夜王这么大的麻烦放出去 要么第二夜王被杀 要么 刘千诀不敢想 他蒸蒸望向刘皇 希望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然而刘皇 却摇头了 不错 第二夜王 也被他带出来了 凭什么 第二夜王不可能归顺他 他又凭什么相信第二夜王 刘千诀想不通 这不合常理 刘皇 在当初录影那么痛快离开白夜刘介 根本原因是不需要留下 白夜族是他的 白夜刘介就是他的 可是他凭什么控制白夜族 凭什么相信白夜族 刘千诀思绪急拽 想到了第二夜王 随后目光再度放在刘皇身上 您来此 是想让剑宗加入东江联盟 刘皇与他对视 聪明 为什么 您回来可以直接接掌剑宗 整个剑宗是您的 为什么要加入东江联盟 刘千诀问道 刘皇与其低沉 你以为我能露面吗 一句话 刘千诀懂了 荣耀殿堂不可能放过刘皇 他只能待在暗处 您是担心录影告发 刘皇看着刘千诀 论心机城府 我比不上你 但我比你更会看人 不管我有没有出现 剑宗都逃不过加入东江联盟的命运 我的出现知识 让剑宗更容易加入东江联盟而已 东江联盟被赶出外宇宙 自顾不暇 我内宇宙同样有遏制录影的大事 大事 是荣耀殿堂 不是内宇宙刘皇里赫 被关押昆泽 他比谁都看得清楚 尽管憎恨荣耀殿堂 却不得不承认 荣耀殿堂拥有主宰一切的实力 录影 可以影响荣耀殿堂 刘千诀陈生反驳 就算是荣耀殿堂也不能决定我内宇宙格局 多年来始终如此 那我怎么会再昆泽 刘皇反问 刘千诀一争 竟无法反驳 荣耀殿堂之事没有明面上决定内宇宙大事 实则暗中操控 白夜族 白夜族诞生了第一夜王 第二夜王 第三夜王 白王这几个绝顶奇才 所以第一夜王死了 第三夜王被困惧受心欲 白王死了 而剑宗出现一个硫磺 所以他就被关押 不止白夜族与剑宗 内宇宙 宇宙还包括新宇宙 明里暗里都被荣耀殿堂主宰 这才是大事 那是荣耀殿堂 不是录影刘千诀回到 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 刘千诀不愿剑宗加入东江联盟 不愿成为千古罪人 刘皇为了离开昆泽 同意录影的条件 不管是因为要传承第十四件还是什么 本质上都是自私 有人为名 有人为利 也有人为传承 第1753章入盟 我既然出现 你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 刘皇语气不容置疑 刘千诀必起双目 随后陡然睁开 请恕后辈无礼 若您执意要将剑宗推入深渊 那便是剑宗的敌人 是我刘家的敌人 说着抬起长剑 直指刘皇 刘皇与刘千诀对视 并不意外 你可以先出手 刘千诀也不客气 当初刘皇闭关自创第十四件时 他的实力就引起荣耀殿堂忌惮 超越了此刻的刘千诀 这么多年被关押昆泽 即便实力下降 也不是刘千诀可以轻易对付的 刚刚被迫的四方剑爵就是教训 刘千诀单脚跨出 步入星元宇宙 自星元宇宙内 一剑斩出 第十三件 惊叹号 刘皇摇头 第十三件必无可避 即便是他也一样 但为什么要避 他 自创了第十四件 从本质上就超越了第十三件 忽然的 刘皇愕然 目光看向原本刘千诀所占的位置 哪里竟然又出了一件 同样是第十三件 怎么会有两件 双十三件毫无意外斩过刘皇 刘皇站在原地未动 神色惊恶 惊叹号 刘千诀身影出现 紧盯着刘皇 不仅长剑 双十三件 这是他的绝学 独属于他的绝学 因为他的天赋可以配合施展出另一套十三件 剑宗使上人才辈出 刘千诀尽管不是最天才的 比不上刘皇与刘怪的天赋 但论实战能力 他自问绝不比同期的刘皇和刘怪叉 双十三件 成倍的伤害 何人能打 他本身超越八十万战力 施展了双十三件后 即便百万战力强者都敢碰一碰 刘皇动了 头颅上扬 看向刘千诀 忍不住咳嗽一声 一口血吐出 刘千诀非但没有高兴 脸色反而难看了很多 在他预想中 双十三件是为了重创刘皇 而非这点伤害 刘皇竟然知识吐出口血 差距有那么大吗 刘皇笑了 牙齿上都是血痕 不错 相当不错 尽管比不上第十四件 但在实战中 却拥有了接近第十四件的威力 刘千诀大惊 刘皇缓缓缓抬手 掌中再次出现那柄绿色长剑 是啊 第十四件 李自创出来了 刘千诀不敢相信 剑宗历史上多少人自创第十四件 最接近的一个便是刘怪 然而刘怪因为自创第十四件疯了 他的第十四件 只能算是另类的第十三件 刘皇居然自创成功了 试一下吧 第十四件 名曰苦 说着 刘皇缓缓挥剑 无法躲避的一剑 这是刘千诀看到第十四件刹那产生的想法 紧接着 无与伦比的悲苦近乎将它压垮 整个人生变得灰暗 毫无光明 曾经过往种种的黑暗 估计淹没而来 随之出现的是剧痛 第十三件是以情化剑 只要有情 皆可成剑 而第十四件则是以苦化剑 那种绝望悲极还要在第十四件 第三件之上 匡郎一声 长剑掉落 刘千诀捂住胸口 四肢发颤 额头低落汗珠 瞳孔忽大忽小 这 就是第十四件 刘皇这一件并未出多少力 只为了让刘千诀体会第十四件 而第十四件的炼成 让他近乎免疫第十三件 若非刘千诀的双十三件成被爆发 刘皇连伤都不会有 大应录影条件 从昆泽走出 只为了这 第十四件 你觉得值吗 刘皇惆怅道 看着刘千诀 等待着一个同位剑道修者 同位刘家人的答案 刘千诀呼出口气 想起了文家 为了文字语 宁愿接受录影威胁 对于他们这些势力来说 一时的成败决定不了永远 但传承 却无止境 如果传承没了 未来也就没了 第十四件 终于有人创出来了 如果就这样消失 谁才是剑宗的罪人 直刘千诀苦涩回道 这个字一出 心中的负担忽然落下 他不再要考虑如何对付录影 不再要考虑如何应对荣耀殿堂 这些都不需要他考虑了 刘皇点头 我相信你能理解 所以我来了 如果我说不值呢 刘千诀抬头问道 刘皇淡笑 不会有如果 你是刘家的人 体内流着剑的血 刘千诀看着刘皇 看到了他眼底的含义 如果说不值 或许他就会找一个认为值的人成为剑宗宗主吧 每个人都有执念 刘皇的执念就是传承他自创的第十四件 名流青史 谁也不能阻挡 不能说他错 只能说 恰好碰到了录影 严蓝流借罗斯帝国要塞 录影看着眼前绿色液体 抿了抿嘴 招然来了 带来了他特质的饮料 很好喝 但不敢喝 算了 看着招然一脸稀奇的样子 录影还是喝了 滴滴滴滴 录影看向个人终端 目光一闪 接通 剑宗正式加入东江联盟刘千诀声音传出 语气没有录影想象中的无奈 想通 也就放下了 恭喜了刘前辈 获得第十四件 从此剑宗更上一层楼录影笑道 刘千诀淡淡道 希望吧 陆盟主 我只能代表剑宗 我知道 现在还不是宣布的时候 还请刘前辈等候一段时间录影道 刘千诀知道录影要对付陵陵族等势力了 白叶族就是这样 现在他剑宗也是这样 内宇宙谁也逃不了 内宇宙一统 快了 既然剑宗加入东江联盟 刘前辈能否说说古刘介的情况 听说连星长老去了神谷王朝陆影道 刘千诀没指望连星长老的踪迹不让人知道 如今心态已变 他就没有了隐藏的想法 不错 陆盟主应该想得到 内宇宙比不得新宇宙 即便面临宇宙海四霸 八大刘介单独出手也不能占优势 甚至弱势 所以内宇宙八大刘介有默契的约定 便是每个一段时间确认彼此的真实性 陆影当然知道 当初暗中控制乱神宗他就想到了 神谷王朝同样如此 但神谷王朝有一个特性 便是尽可能不参与内宇宙势力纷争 只要不是自身面临危机 他们便不予理会 此次也一样 秦少皇根本没想过与我们联手 无奈之下我也只能让连星长老前去 效果如何 陆影问道 刘千决摇头 依然不理想 秦少皇被说动了 但神谷王朝内部另一大派系 元老太师却极力反对 不希望神谷王朝对上东江联盟 陆影诧异 为什么 元老太师祖辈出身于古刘介 奉行的原则就是古刘介自成一体 不与外界接扰 他不想让神谷王朝参合任何事 事实上神谷王朝确实有这个本事 刘千决道 神谷王朝修炼者不仅修炼本身 还有古 元老太师并非星史 但其祖上却留了一只星史级别的古 元老太师凭着这只古 成为神谷王朝第二位可以对抗星史的强者 令秦少皇都不得不给原家面子 古刘介本身就是一个独知生态链 除了神谷王朝的人 外人贸然进入很难出来 刘千决给陆影讲了不少关于神谷王朝的事 最后说道 神谷王朝内部倾向元老太师的人太多 秦少皇即便想与我们联手也有顾虑 所以近期 他会以突破为由 邀请宇宙各大势力前去神谷王朝 陆盟主也在被邀请之列 陆影好笑 他不会想在古刘介暗杀我吧 当然不可能 但如何做 连新长老也不清楚刘千决道 陆影点头 多谢刘宗主告知 还有一件事 陆影顿了一下 幽婷 怎么样了 幽婷 刘千决没想到陆影会问这个 陆盟主怎么会想到幽婷 幼夫人找了我多次 想加入东江联盟 得到我的庇护陆影道 刘千决摇头 幽婷藏得太深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分裂出幽家的目的 至尊赛上幽亦尔的战绩诡异奇特 令人发寒 绝非幽婷战绩 也不是来自幽家 对于幽婷 我们尽管困住 却也没有太逼迫 总觉得很诡异 陆影道 继续逼迫 可以逼迫的很一点 当初秦彩新门博算不死与山 得到的竟是幽民之主的信息 而幽民之主就是幽家祖上 幽字密便传字幽民之主 所以对于幽家 陆影尽管没有主动联系 却一直很在意 如今剑宗归顺 他就要让剑宗逼迫幽婷 看看幽婷能做什么 他倒是希望幽夫人联系他 刘千决不理解陆影的想法 却也没问他现在更希望了解的是第十四件以及关于硫磺的一切 罗斯帝国要塞 陆影放下个人终端 笑秘密对小树苗招了招手 小树苗蹦蹦跳跳过来 很开心的样子 把硫磺救出昆泽的一刻 剑宗就跑不掉了 都在录影意料之内 被宇宙八大流界已归其次 下一个会是谁呢 滴滴滴滴 个人终端想起 录影看去 惊讶 红夫人 自从当初交易后 红夫人便不知所踪 就连飞马山庄的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 接通 小子 意不意外 哈哈哈哈 狂笑声传出 吓了录影一跳 第1754张人生理想 红夫人姿态恩我 声音迷惑 录影本以为会听到红夫人的声音 没想到刚接通就是一阵狂笑 吓到他了 李氏 录影迷茫 随后惊呼 奎罗 哈哈哈哈 就是老头子我 意外吧 哈哈 奎罗大笑 录影无语 你怎么会有红夫人的个人终端 奎罗笑道 无意中看见这女人被困 就把她救出来 在她的 对 这玩意叫个人终端 在她的个人终端里竟然有你的名字 老头子我就试试 红夫人呢 录影急忙问道 她被谁困住 喂 丫头 问你话呢 你被谁绑了 奎罗问道 语气很不友好 很快 虚弱的声音传出 陆 陆盟主 录影立刻视频 光目谈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奎罗那张老脸 得意的折责都出来了 紧接着 红夫人出现 面色苍白 气孔流血 双臂都没了 显然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折磨 她可是与之印照者 而且是非一般的与之印照者 超越九十万战力 凌驾无数人之上 到原宗护法 够资格许诺五片疆域给陆盈的人 居然成了这个下场 怎么回事 陆盈好奇 彭夫人盯着陆盈 眼底深处带着恨意 还有迷茫 是苍穹老人 苍穹老人抓了你 为什么 陆盈奇怪 红夫人眼睛眯起 我不知道 她逼问我无上祖之皮 我并没有那个东西 陆盈一愣 想通了 当初为了将红夫人转移走 旧大巨人一脉 她故意借清谈之口编造 以无上祖之皮换取 红夫人答应给东江联盟五片疆域 那时候苍穹老人还调查过 其后红夫人为了算计轻化上人 真答应给五片疆域 在苍穹老人看来 五片疆域的交易早已开始 条件就是无上祖之皮 而非算计轻化上人 当初说五片疆域也只是随意而畏 陆盈没想到给红夫人带来这么惨痛的代价 她没想到苍穹老人 既于无上祖之皮 竟对红夫人下手 真是舒服 红夫人给第五大陆造成的血债 陆盈一直想讨回来 抓海王 抓大巨人一脉 当初在坠心海还差点弄死她 这一笔笔账都立立在目 没想到无意中算计了她一把 苍穹老人逼问红夫人无上祖之皮后 她也想通了 知道自己被陆盈算计了一把 对陆盈的恨还要超过苍穹老人 但现在只能隐藏下来 她落在了奎罗手中 等于落在陆盈手中 喂 小子 这丫头怎么处理 你们认识吧 奎罗大脸凑过来问道 陆盈笑了 前辈 她是晚辈的仇人 红夫人脸色一变 奎罗眼睛眯起 声音冷了不少 是麻 既然如此 等等红夫人惊叫 盯着陆盈目光哀求 我们不是仇人 陆盈 我没有伤害过你 当初在坠心海 那场敌对 我对你没有丝仇 而且当初我也没对你造成什么伤害 大巨人一脉的是 抓他们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你的人 知道了后我就想与你谈 清化上人已是 那是交易 陆盈笑咪咪看着红夫人 你觉得我们不是仇人 其实在我的字典里 不是仇人 只能是朋友 你 是哪种 红夫人咽了咽口水 下意识看了眼奎罗 奎罗挑眉 恶狠狠瞪着她 她心一颤 这老家伙实力深不可测 她被关押的地方 可是苍穹老人修炼密室 这种地方都赶进来 这老家伙至少也是朱天映照层次 朋友 我们是朋友 红夫人苦涩道 说是朋友 其实就是下属 露营满意 不错 我们是朋友 对待朋友 我很热情 不过我们相隔太远 不方便招待 那位奎罗前辈是我的长辈 暂时就请她照顾你吧 喂 小子 我可没功夫带这个女娃娃奎罗不满 录影回了四个字 喜人之物 奎罗咧嘴 翻白眼 老头子我还要探索宇宙的奥秘 彭夫人对第六大陆的事知道很多 尤其她还是到原宗护法 应该能帮到你录影窜夺 奎罗最大的擅长是什么 街人隐私 这是她的缺点 因此被树枝星空追杀 却也是她的优点 至少对录影来说是这样 彭夫人被关押在哪录影不知道 但绝对是隐秘之地 毕竟一个道元宗护法被抓 一旦被揭露 苍穹老人也很难做 就算这样 彭夫人都被奎罗救出来 证明这老家伙在街人隐私 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后的天赋 简直神奇 录影很希望通过她的知一些 第六大陆的情报 道元宗 奎罗目光发亮 从远古时期开始 统治人类大陆的旧式道元宗 而今剩下的唯一一个道元宗 只有第六大陆了 说实话 她非常感兴趣 不止道元宗 第六大陆有印照 有血脉 有五印等等 都是区别于我第五大陆的修炼之法 很有意思录影继续道 奎罗看向她 目光深邃 喜缘之物的人情可换不来老头子 我为你做牛做马 录影表情肃目 前辈哪里话 这些难道不是前辈喜欢的吗 奎罗一听就笑了 目光充满了期待 红夫人心直往下沉 她刚刚听到了什么 血脉 五印 印照 道元宗 总感觉事态发展有些怪异 她瞥了眼奎罗 这老头子想干什么 行了 老头子不跟你废话的奎罗说着就要挂断通讯 录影连忙道 等等 我还有问题要问红夫人 赶紧的 主人家要回来了奎罗催促 录影拧嘴 这老家伙是干了多少这种事 放心吧 苍穹老人死了 奎罗茫然 什么意思 苍穹老人死了 红夫人不敢相信 瞪大了眼睛 录影道 这家的主人就是苍穹老人 死了 怎么死的不知道 但就是死了 所以那地方暂时不会有人去 奎罗不爽 这就没成就感了 苍穹老人到底怎么死的 录夫人急切问道 既兴奋又万习 她被折磨这么长时间 对苍穹老人的恨早已止天 原本打算出去后向道元宗告发 让苍穹老人在第六大陆名声敬毁 却没想到人竟然都死了 出了 不知道 就是死了 行了 我问你 当初摧毁星空第三院的时候 有没有拿走什么东西 比如 摘星楼录影问道 星空战院 八位摘星导师不在 录影打听过 应该是去寻找第三院遗事的摘星楼了 第十院摘星导师情况特殊才不能离开 之前在第十院 性命流沙与摘星楼触碰 发生的诡异之事让录影记忆犹新 那一刻引动了命运 摘星楼与命运有关 彭夫人想了想 星空第三院被摧毁的时候 整个被拉去了第六大陆 毕竟当初两片大陆开战 星空战院那些战州影响很大 永恒族入侵 第三院战州没能带来 丢在了第六大陆 丢在第六大陆 摘星楼也是 录影皱眉 彭夫人点头 那时候根本没能力把第三院带来 录影万袭 第三院没了 摘星楼也就没了 八院摘星导师白忙了 他有心提醒一下 但想想还是没有 行了 没问题了吧 别耽误老头子我跟着丫头谈谈 人生理想奎罗不耐烦 录影点头 没问题了 看着奎罗挂断通讯 看着洪夫人惊恐的神情 录影无语 他没想歪 奎罗所谓的人生理想 就是那些街人隐私的事 他要给洪夫人洗脑了 录影相信在接下来相当一段时间里 第六大陆要倒霉了 谁的秘密都保不住 而洪夫人肯定误会了什么 录影看着个人终端发呆 洪夫人被奎罗控制 接下来可操作性就大了 他要好好想想 没几天 有人拜访 来自古流界 给陆影发出邀请 看着手钟情节 陆影收起 秦少皇还真邀请他了 王主 此次神谷王朝邀请势力众多 除了内宇宙 还有宇宙海和新宇宙 荣耀殿堂也有人前去维荣汇报 李觉得我硬不应该去 陆影问道 维荣道 有人觉得不应该 刚刚古流界来人 让我告诉盟主不要去 元老太师一系的人陆影谋定道 维荣点头 有可能 那就更应该去了 我倒想知道秦少皇打算怎么办 录影感兴趣 科技心欲他都敢去 更不用说古流界了 第二夜王实力不断恢复 如今已经足以体敌元师 一个古流界还拦不住他 当初第六大陆入侵 第五大陆之所以打不进古流界 即使因为古流界本身特殊 再加上秦少皇实力不弱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象改变 而非第六大陆真的打不进去 一个宙之映照者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古流界 第二夜王在侧 陆影还不幸秦少皇真有能力暗杀他 他本身也非弱者 秦少皇也没那么蠢 既然如此 不妨走一趟古流界 毕竟是八大流界之一 未来属于自己的地盘 不走一遍说不过去 第1755章 对手最重要 陆影决定前往古流界的时候 外宇宙新人类联盟 与第六大陆的争斗渐缓 主要是得绞星系事件 牵连的人太多 不光是邱寒家的人 还有后来的天价购买事件 导致无数人接触黑色晶体碎片 新人类联盟即便失望再多 也找不过来 与此同时 神谷王朝的勤俭变发宇宙 内宇宙各大流界 尤其是八大流界一个部落 除此之外 还包括三叶草公司 极光宇宙飞船公司 美比斯银行 选丰堂等等 古流界神秘 与外界很少接触 此次情少皇义反常态 邀请诸多人前去 确实引起了不少人兴趣 陆影带着第二夜王乘坐飞船 朝着回流界而去 回流界是古流界的入口 被东江联盟把持 如果不是与神谷王朝有约定 陆影还是想通过回流界 做点什么的 对于神谷王朝 你了解多少 陆影忽然问道 身后第二夜王被靠墙壁 听了陆影的话 知道他在跟自己说 不了解 陆影看向他 可我听说神谷王朝的建立 第三夜王帮了大忙 第二夜王淡淡道 不算什么大忙 八大流界掌舵势力 不是一开始就定下的 需要争夺 当初老三去了古流界 替当今神谷王朝皇室灭了敌人 作为回报 神谷王朝皇室要支持我白夜族 但这个条件随着老三失踪就不存在了 知不知道我死过不止一次 其中有一次就差点死在你后人手里陆影淡淡道 第二夜王抬眼 真武夜王 陆影点头 第二夜王才从寒仙宗移址出来时对宇宙形式不了解 但这么长时间过去 他了解了很多 尤其关于陆影的事 不过陆影的事就算想不了解都不行 纵观这十年宇宙发展 大事都逃不过陆影的影响 陆影看着星空 说实话 从踏上修炼之路到现在 我遭遇危险很多次 甚至遭遇过半祖席杀 对了 还有祖境力量波及 这些都比不上与真武夜王一战 不夸张的说 真武夜王是我遭遇过 同辈人中最强的敌人 第二夜王目光闪烁 陆影淡淡道 至尊赛尚 尚清很强 三阳祖齐逼出了我的死神变 还有星宇宙以及数之星空的四少祖 他们都很强 但没人再给我真武夜王的危机感 真武夜王带给我的 是真正同辈人顶尖较量 也是令人最无可奈何的一次 可他还是输给你了第二夜王道 他同样万袭 陆影与真武夜王一战 他看过了 真武夜王世纪第一夜王后最绝顶奇才 陆影沉生道 他是输给了他自己 输给了他的狭隘与自私 还有对所有人的控制欲 输给了泯灭的人性 第二夜王不想与陆影探讨这个 真武夜王之死是白夜族的痛 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吗 陆影问道 第二夜王不解 陆影认真道 因为当初真武夜王明明有与我一战的实力 却给我下毒 差点毒死我 是真的差一点点 第二夜王皱眉 那种毒教无常 来自神谷王朝陆影道 第二夜王目光一闪 你是说我的族人与神谷王朝还有牵连 陆影道 现在没有 白夜族竟归我掌控 我知道他们没有 唯一的牵连随着无常送到真武夜王手里就断了 但那是普通白夜族人 你是第二夜王 除了少数几人 没人知道你第二夜王跟着我 荣耀殿堂全宇宙通气 你觉得自己躲在哪最不被发现 第二夜王懂了 你想让我找神谷王朝 第三夜王给予的馈赠不是一个无常毒药可以抵消的陆影道 第二夜王点头 我知道了 不管他愿不愿意做 都没资格拒绝 回流界有绿光森林 杰出的绿光果实可抵御古流界众多毒气 是进入古流界必备之物 自从神谷王朝对外发出邀请 宇宙各方都有人来回流界 并降落绿光森林 一骚骚飞船降落 来自宇宙各地 人亦多 矛盾自然就多 尤其当绿光果实价格飞速攀升 就引起了很多人不满 绿光果实现在就这个价 爱买不买绿光森林入口被挡住 堵住了很多人 有人不满 绿光果实价格提高千倍 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我们要自己进去采摘 不错 我们要自己进去采摘 让开 让我们进去 喧嚣越来越大 终于不知道什么人出手 绿光森林入口发生了激战 卷入不少人 激战支持续了不到半炷香就被镇压 东江联盟有高手出现 迅速镇压了现场 无人敢再动手 角落处 一个男子面色阴朗 盯着东江联盟军队 目光忌惮 他叫河中 暴风流记火歇宗弟子 火歇宗擅长饲养星空火歇 提取毒素融合战绩出手 刚刚的战斗就是他挑起来的 第六大陆入侵第五大陆战争 导致火歇宗饲养的星空火歇全部死亡 唯有进入古流界寻找替代的毒素 之前进入古流界很轻松 但随着东江联盟进驻 绿光果实价格一路攀升 火歇宗因为之前的战争元气大伤 已经承受不住 其实进入古流界的人并不多 火歇宗也找不到人联手抵制这种情况 如今好了 这么多人一起闹事 绿光果实价格一定会跌下来 然而他想多了 绿光果实价格并没有下跌 他反而被抓起来了 认出他的自然是陆影 陆影路过回流界 待绿光果实离开的时候 恰巧看到他出手 河中响溜 但这里是绿光森林 东江联盟驻军之地 整个回流界以及周边流界 都在东江联盟影响下 当初北印流界听信建宗的指派 封闭回流界对外支流 最终被一个大巨人灭掉 在这里 无人敢得罪东江联盟 河中之是个小人物 陆影甚至都不记得他 他现在注意力全在远处那艘飞船上 那不是灵鹊吗 远方 一艘飞船朝着古流界平稳飞行 飞船上标有零零足标志 古流界一向神秘 除非必要 一般人也不愿意进入 而此次秦少皇对外发出邀请 这时吸引了一大批人过来 除了被邀请之人 还有不少人想尽办法 跟随被邀请之人进入 只为见识一下神谷王朝 毕竟是八大流界掌舵势力 不少人对神谷王朝的独眼红 想要趁此机会购买一些防身 我跟你们说 当初录影在我面前不过是个喽喽 连加入后援团的资格都没有 最巅峰时期也不过与我齐平 如果不是慕容娜的蠢货找他单挑 给他送经验 他到现在也比不过我灵鹊 得意的声音响彻飞船 面对一群跟随零零族 要进入古流界的内宇宙 各大小势力代表人 灵鹊话说完 身后一排靓丽女子呼喊 灵鹊灵鹊你最帅 灵鹊灵鹊最无敌 灵鹊灵鹊你最帅 灵鹊灵鹊最无敌 灵鹊灵鹊你最帅 灵鹊灵鹊最无敌 掌声如约而至 一个各早已呆滞的各大小势力 代表人面对灵鹊的意的目光 赶紧送上欢呼 生怕迟一点被灵鹊看出来 然后赶出飞船 不跟着零零族 他们可没本事进入古流界 自己进去危险太大 灵鹊满意 可可行了也那么浮夸 于你们说这些不是让你们鼓掌 这是为了告诉你们 一个合格的对手是多么重要 陵鹊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对手 他也曾说过 我灵确是他遇到过的最危险的对手 A他想太多了 其实我更愿意是他未有 毕竟他与我争斗 互相伤害总会便宜了别人 一群各大势力代表萌了 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人家录影随便喷口吐沫都能淹死他吧 掌声再次降临 灵鹊灵鹊你最帅 灵鹊灵鹊最无敌 灵鹊灵鹊你最帅 灵鹊灵鹊最无敌 灵鹊灵鹊你最帅 灵鹊灵鹊最无敌 没人发现那些个大势力代表中多了一个人 看灵鹊目光充满了怪异 这时飞船停下 有人汇报报告 前方发现玉兽流界飞船 灵鹊挑眉玉兽流界 那群羊宠物的看到谁了 光幕打开只见星空有一艘巨大飞船 标有玉兽流界标志 而在飞船更前方还有不少其他飞船 皆来自内宇宙各处 前方就是鼓流界入口 肉眼可见的各色毒气遍布星空 一旦进入 就算进了鼓流界 不知何时 灵公走出 街域受流界 跟那群羊宠物的有什么可聊的 灵鹊嘟囊 灵公目光一朗 先是盯了眼灵鹊 随后目光扫过后圆团 顿时怒了 让他们滚出去 灵鹊吓一跳 咧嘴 那个 不用吧 飞船那么大 不缺他们几个 滚出去 灵公力喝 灵鹊急忙赶走后圆团 各大势力代表松口气 后圆团给他们压力太大了 一旦开始声援 他们就要鼓掌 好累 抱歉了 诸位 还请回去休息 灵公歉一道 各大势力代表急忙 客气两句 然后离开 看都不敢看灵鹊一眼 第1756张鼓流界 灵公看向灵鹊 以后再敢胡闹 关你禁闭 不打启蒙镜不准出来 灵鹊脸色顿时苦了下来 姐 我又不是你们这种 他本来想说变态的 但面对灵公凶狠的目光 愣是没敢说出来 只能委屈地呆在一旁 不久 几道人引不入 其中一个赫然是快石头 正是小山神 山神前辈没来 灵公看向小山神问道 小山神道 灵秋前辈不也没来 山神前辈有什么打算 灵公问道 小山神漂浮半空 晃晃悠悠 看形势吧 主要是看秦少皇的态度 秦少皇到底要做什么 直接对陆影出手 不太可能灵公道 灵鹊翻白眼 废话 当然不可能 先不说能不能成功 就算成功 陆影背后站着的那几尊怪物足以掀翻神谷王朝 秦少皇又不傻 他认真看了看灵公 自家姐姐是不是傻了 小山神回道 应该是下毒吧 这是神谷王朝的绝迹 东江联盟全面进驻内宇宙 给内宇宙带来的压力太大 转告灵秋前辈 必须联合 否则内宇宙就真是录影的了 这点不用你说灵公语气冷烈 灵灵族与狱寿流界关系并不好 如果不是要对付东江联盟 他们绝不可能联手 当初灵灵族可是默不作声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原因 小山神冷淡说了一句 随后就要离开 忽然的 他顿住了 缓缓转身 看向角落楚 傻了 还有什么事 灵公问道 看向小山神 见他呆呆望着一个方向 醋眉 同样看去 随后瞳孔抖缩 不知何时 角落楚居然站着一个人 而这个人 竟然是录影 灵鹊看过去 嘴巴张大 录影 所有人都望向角落 打死他们都想不到 录影居然站在那 而且貌似站了很久 这 这 这就尴尬了 背后议论怎么对付别人 谁承想人家就在这 这种事他们这辈子都没遇到过 以至于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应 录影笑了笑 意外 都去古流界 碰到很正常吧 李站那多久了 灵公语气不好 有点咬牙切齿的意思 录影想了想 后援团还没离开我就在了 偷听到现在 录影随意道 可不是偷听 我又没隐藏 是你们没看这个方向 没看到我而已 这不 小山神就看到了 眼神还挺好 这是眼神的问题吗 李就是在偷听小山神那道 他想起在阎兰流界遭遇的危险 都是东江联盟带给他的 那次刺杀刻骨铭心 差点死了 录影皱眉 直接出现在小山神身后 抬手抓去 始终跟随小山神的那两个玉兽流界修炼者急忙出手阻止 但他们也支持启蒙镜 其中一人还不错 修为超越四十万 但在录影面前与孩童无异 录影轻易拨开两人阻拦 巨大的力量将两人推开 一手按在小山神头顶 应该是头吧 反正小山神就是块石头 谁也没想到录影突然出手 灵弓力喝 录影 别乱来 小山神动都不敢动 呆立原地 恐惧望着近在咫尺的录影 眼中充满了恐惧 录影靠近 嘴角弯起 小家伙 你师父没跟你说面对我要客气一点 别说你就算你师父 说杀我也就杀了 小山神不敢动 呆呆看着录影 那两个保护小山神的修炼者死兵着录影 一人背后站着怪鸟 一人手臂缠绕层叠的球 都是御兽 陆盟主 少宗主不是有意得罪您的 还请看在神品堂的面上 饶了少宗主这一次 请陆盟主手下留情 陆影轻轻拍了拍小山神 小山神直接掉在地上 发出清响 打个招呼而已 不用那么紧张 陆影淡笑 目光看向陵弓 聊聊 陵弓挥手 所有人都出去 小山神是被抬走的 他被吓到了 陵却很低调 非常低调 唯恐陆影秋后算账 他刚刚说了陆影不少坏话 应该没全听到吧 想说什么 陵弓冷淡 陆影就没 你就打算这么跟我说话 否则呢 给你七茶 陵弓嘲讽 陆影身形陡然消失 再出现 已经来到陵弓眼前 陵弓神色巨变 下意识分灵 一分为三想要远离陆影 但每个分灵身前都有一个陆影 并非陆影也可以分灵 而是他速度太快 陵弓眼睁睁看着陆影抬手摘去脸上面罩 毫无反应 只有目光露出愤怒 你放肆 陆影手中拿着面罩 看着陵弓清秀温婉的面旁 笑了 这才对 面对面交谈是基本的礼貌吧 陵弓入急 手中出现长枪 一枪刺向陆影 陆影轻易避开 抬手 两根手指夹住枪身 稍微用力 长枪震动 叠加镜道顺着枪身蔓延 陵弓之感觉抓住长枪的掌心传来俱立 令他手掌几乎粉碎 无奈松开 长枪转动 被陆影先飞 插入地面 陵弓等着陆影 你 这时 他看到陆影静在咫尺 手指出现在眉间 轻轻一弹 陵弓身体不受控制到飞了出去 砸在墙壁上 不重 却令他毫无反抗能力 陵弓知道陆影很强 甚至传闻他可以单挑心时 但没想到自己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差距太大太大 看陆影目光充满了不可置信 他被打击到了 陆影看着陵弓憋红的脸 还有眉间那道被指令弹出的红印 有种欺负陵家小妹的感觉 还要打吗 陆影笑着问道 陵弓喘着粗气 无力感遍布全身 不远处 长枪还插在地面上晃动 他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 当初第一次再到原宗废墟碰到陆影的情形立立在目 这才过去多久 差距为什么可以这么大 如果说至尊赛 他尚且有还手的余地 那现在就完全没有了 一丝丝都没有 缓缓起身 陵弓揉了揉眉心 看向陆影 你想说什么 陆影呼出口气 东江联盟 欢迎零零族的加入 陵弓眼睛眯起 你就打算这么说服我们 不是说服 是威胁陆影毫不避讳 不加入 陵灵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陵弓目光凛然 我陵灵族不惧死亡 前提是不能白死 当初那宇宙在我眼中何等的高不可攀 但现在 白夜族已经彻底垮了 乱神宗封闭山门 苍咒死亡 文家不敢明着与我翻脸 阎兰流界被我一捅 你们已经沦落到球员古流界的地步 有没有想过 这么做意义何在 仅仅是为了对付我 陵影道 不够吗 你野心太大 陵弓道 东江联盟是联合的集体 我并没有直接插手各大势力内部权力更迭 如果没有东江联盟的号召 外宇宙抵挡第六大陆入侵不会那么顺利 未来 人类的敌人智慧更强大 一个松散的内宇宙远远比不上整合的内宇宙陵影陈生道 陵弓嘲讽 歪理 无数年下来也没看到内宇宙有危机 你说有就有 陵影摇头 那是你层次不够 回去问问灵秋 永恒族是不是威胁 你跟我说没用灵弓冷冽 陵影点点头 碰巧遇到 你是灵灵族的未来 我不希望灵灵族消失 凡是阻挡我不乏的都是敌人 最重要的是 说到这里 陵影认真看着灵弓 你是我觉得可以相交的朋友 更是温帝的朋友 朋友 陵弓目光一松 这两个字触动了什么 他看向陵影 多少年了 他没有朋友 一直都没有 这两个很普通的字对他却很遥远 陵影走了 与灵弓的交谈真是知识碰巧 他也确实不希望与灵灵族未敌 不过如果灵灵族执意要对抗他 他也不会手软 不久后 陵影乘坐的飞船进入古流界 古流界遍布毒气 星空不时有毒虫游走 这些毒虫并非达到探索镜修位 宇宙总是出现奇异的生物 有些生物甚至可以自我永生 有些生物可以生存在星空中 很正常 探索镜才能与星空游走之适用于人类 与刘千诀交谈 还有查探关于古流界的情况 陵影对古流界不算陌生 但真进了这里 感觉却不同 可以把古流界当成一个山洞 一个遍布毒气的山洞 生存着各种毒虫怪兽 这是一个奇特的生物链 充满了毒的生物链 毒在这里 或许如同氧气对人类 是一种必需品 第二夜网走了 按照陵影的命令 主动接触神谷王朝 此次来神谷王朝 陵影支带了一个第二夜网 刘皇如今在建宗 其余新史都被安排了出去 古流界作为八大流界之一 范围不小 飞船按照坐标朝着神谷王朝的核心之地 神谷大落而去 林宫等人 林宫等人飞船避开陆影所去的路线 从另一条路线朝着神谷大落而去 一天后 陆影停下飞船 惊奇看着前方 只见星空有一位老者 背负竹篓行走在横跨遥远的绿色毒气之上 那些毒气内部都开出了奇异的花朵 第1757张青草 陆影眼中 那些毒气符纹倒数超越奇弄境 是很危险的东西 老者符纹倒数超越了毒气 行走在上没问题 但那的老者似乎在研究什么 最令陆影感兴趣的是老者的身份 他穿的衣服上有标志 悬风堂 陆影走出飞船 朝着老者而去 老者身穿白色长袍 专心盯着毒气内那朵奇异小花 陆影没有打扰 就站在他后面 等了足足十多个时辰 直到那朵小花收缩 老者突然出手 抓住 随后收走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前辈在做什么 陆影开口问道 他声音不大 但在这寂静的星空下 还是吓了老者一跳 老者回头 脸色难看 看到陆影充满好奇的目光 松口气 拍了拍胸口 小伙子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知不知道 陆影歉意道 实在抱歉 晚辈不是有意下名 老者摆手 知道 你应该来很久了吧 十多个时辰吧 陆影道 老者赞叹 来了十多个时辰 陪着老夫一起等 没有出言打扰 你很不错 咦 小伙子 我们是不是见过 我看你有点眼熟 陆影笑道 晚辈陆影 老者想了想 随后恍然 陆影 想起来了 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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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留下 更多的是 希望能帮一帮老者 毕竟他也曾受过 玄丰堂恩惠 在海盗港 玄丰堂的增叠就过灼白叶 可可 佐拉都很不错 他对玄丰堂印象很好 玄丰堂 玄丰堂 值得尊敬 玄丰堂既是救人 晚辈曾受过玄丰堂恩惠 清草大师对于世人的帮助极大 晚辈感激 陆影真知道 清草大师笑道 莫要太在意 玄丰堂治病救人不嫁 却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喜欢研究药理 再加上不缺钱 所以很多时候才免费帮忙的 如果缺钱就另当别论了 哈哈 陆影笑了 如果哪一天玄丰堂缺钱 晚辈愿意资助 那就多谢陆盟主了 早听闻陆盟主有的是钱 老夫就不客气了清草大师坦然 毫不避讳 陆影看了看旁边的毒气 大师刚刚在做什么 清草大师回道 古流界生病了 我在给他治病 陆影一愣 眨了眨眼 没听懂 大师 您在说什么 清草大师笑道 古流界生病了 治病麻 陆影看了看四周 原来如此 清草大师大笑 你听得懂 完全不懂 清草大师笑道 生命是很神奇的状态 可以自我修复 自我排斥对自身有害的物质 比如人生病 一些小病可以自我痊愈 就是生命的自我抵抗 古流界也是一个生命 以毒为血液 以星球为经络的生命 现在 他生病了 我想找到病因 陆影了然 您怎么说晚辈就懂了 但 怎么治病 清草大师摇头 不清楚 老夫在这里已经研究上百年了 还是没能找到病因 您怎么看出古流界生病了 很容易 毒气运转出现异常 就像人呼吸出现异常一样 这能看出来 你看不出来 陆影无语 好吧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方面 你让一个普通人看符文道书 他也看不出来 清草大师看古流界 与他看古流界肯定不一样 我知道你看不出来 清草大师低声说了一句 陆影鸣嘴 开始他以为清草大师是爽朗 耿直 什么话都直说 现在怎么感觉这老头是缺心眼 既然知道看不出来还问 送你一个东西 清草大师自您空界取出一颗清草 必给陆影 陆影目光一亮 清草 联想起清草大师的称号 难道这是他的成名医保 虽然惊喜 却也不算期待 清草大师不过起蒙镜 连四十万战力都不到 受人尊敬主要是来自他对药理的研究 治病救人的精神 而非实力 清草就算是医保 也没有太厉害的用途 陆影接过 认真看了看 皱眉 没有符文倒数 怎么看都是一颗最普通的 毫无特色的草 前辈 这是 陆影不解 清草大师素目道 清草 晚辈知道 那还问 陆影顿了一下 您为什么送颗清草给我 清草大师认真道 看 等你哪天能看出这颗清草在看着你 你就能看出骨流界在呼吸 应该说宇宙中 任何一种自然状态 任何一种运转的秩序都可以呼吸 都有生命 陆影眨了眨眼 这话听起来好高端 好有道理 但总感觉哪里怪 忽然的 陆影想起一件事 问道 战绩也有呼吸吗 清草大师惊讶看着陆影 赞叹 小伙子 你很有悟性 所以 战绩也有呼吸 你是在问我 我还以为你很肯定 继续努力把清草大师感慨 陆影走了 清草大师要留在这继续研究 也不需要担心他的安全 他在骨流借贷了上百年了 临走前陆影问起了可可他们 好久没见了 清草大师一脸茫然 压根望了可可他们是谁 古流界中央有一片巨大的陆地 被毒气包裹 传闻陆地之下生活着古流界最原始 也是最强大的生物 但具体是什么生物 没人知道 神谷大陆中央有一座城 名为古王城 正是神谷王朝的国都 邢家 就在这座城市中建立 统治整个神谷王朝 外人想进入神谷大陆没那么容易 必须通过身份验证 而在神谷大陆之上行走 还要持有神谷王朝颁发的令牌 否则很难抵挡神谷大陆地底之下 那无数的独虫独兽 当然 这些都知是限制普通修炼者 对于第二夜王而言 神谷大陆 古王城 乃至神谷王朝地宫都如透明的 很容易进入 第二夜王 情少皇惊讶看着站在地缘 安静喝酒的男子 脱口而出 神谷王朝尽管封闭 却并非完全与世隔绝 对外界发生的大事同样关注 不过关注点不同 他们在意的是那些有可能影响到古流界的大事 比如那些新史级别强者的争斗 还有白夜族与东江联盟的战争等等 尤其是关于白夜族的事更是关注焦点 神谷王朝与白夜族有脱不开的关系 对于第二夜王 情少皇始终在关注 从寒仙子遗址出来后 直到昆泽暴动逃跑 如今被荣耀殿堂通系 这些事情少皇都知道 地缘景色美丽 盛开着各种奇花异草 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般都是毒物 第二夜王放下酒杯 平静看向秦少皇 跟你的祖上很像 秦少皇看了眼四周 地缘守卫如常 应该是被第二夜王控制了 否则不可能没有反应 整个地恭敬无法察觉第二夜王踪迹 他自己同样如此 这让秦少皇心一沉 如果第二夜王要对他出手 他未必能全身而退 后背秦少皇 见过第二夜王前辈秦少皇上前 直后背之理 态度摆得很正 第二夜王起身 当初帮你们的是第三夜王 不过他做的事 我们都知道 也都允许 秦少皇感激 多谢白夜王族 对我秦世一脉的帮助 当初的秦世一脉 只有一位勉强达到新史的修炼者 也就是你们秦世建国第一位帝王 秦凡 而如今 你的修位远远超过秦凡 如果不是我同样在进步 以当初的实力来找你 或许连你人都见不到第二夜王敢开 秦少皇面色素目 白夜足于我秦世一脉的恩情勇是男孩 前辈就是我秦世一脉的先辈 好 第二夜王目光灼灼盯着秦少皇 本以为你秦世一脉已经忘了当初的誓言 既然记得可否帮我 此次之后 你我两族互不亏欠 秦少皇认真道 前辈请说 第二夜王目光充满恨意 我要录影死 秦少皇大惊 前辈 这怎么 有问题 第二夜王盯向秦少皇 目犯寒忙 秦少皇传声道 此次录影来神谷王朝 是受了晚辈邀请 如果在这里死了 我神谷王朝将失信于整个宇宙 第1758章特产 听了秦少皇的话 第二夜王失笑 难道没有我 你就不会对录影下手了 秦少皇脸色为变 看向第二夜王 前辈此话何意 被宇宙当前形势一目了然 见宗那些家伙早就找你了 你不可能无缘无故邀请录影来此 既然邀请 肯定有想法 我虽然不知道你想怎么做 但廖定与独有关 既然如此 不如明着出手 反正你神谷王朝也没打算 与外界有交集第二夜王冷裂道 秦少皇为难 心思极拽 他清除第二夜王对录影的恨 录影击败白夜族 摧毁白夜族祖地 释放被奴役的白王一脉 每一条都足以让白夜族恨之入骨 这还不算因为录影 第二夜王才被关押昆泽 这些理由足够第二夜王杀他一百万次 但绝不能在神谷王朝内击杀 他也不能出手 神谷王朝虽与外界隔离 却并非完全断绝联系 录影背后也有一批高手 这些人找麻烦 不会比第二夜王好对付 如果神谷王朝真无惧这些势力 他也就不会打算与建宗他们合作 正因为感受到录影的威胁 才想到合作 看了看第二夜王 秦少皇不知道如何拒绝 只能先安抚住 前辈 晚辈会尽可能帮您 第二夜王点头 这就好 我不希望录影活着离开古流界 如果前辈出手 您的身份便会曝露 这 秦少皇试探 第二夜王冷笑 第五大陆和其大 找个地方躲起来没那么难 前辈大可以在我神谷王朝隐居秦 秦少皇道 第二夜王冷冷看了眼秦少皇 再说吧 数天后 陆影乘坐飞船 看到了神谷大陆 从远处看 神谷大陆如同一个散发着诡异气体的怪物 横我星空 他目光看向神谷大陆下方 传说神谷大陆下方有一只可怕的毒物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于毒 陆影还是很感兴趣的 当初我老的毒给了他很大帮助 神谷王朝内一定有可以让他提升到足以威胁百万战力强者的毒物 比如无常看来还要拜访被亲王 以陆影的身份接待他的事赫然就是被亲王 作为秦少皇的弟弟 被亲王在神谷王朝地位可以排入前三 即便大皇女秦隆隆见到他都要喊一声皇熟 是少有的够资格知晓并拥有无常剧毒的人 被亲王根本不想接待陆影 奈何秦少皇命令下达 不是他去就是秦少皇自己去 被亲王无可奈何 看到是被亲王迎接自己 陆影笑了 看到陆影的笑容 被亲王一阵隔音 想起当初被逼迫 差点连小时候尿床的事都说出来的悲惨经历 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欢迎陆盟主来神谷王朝做客 谷王城棚必生辉 陆影笑道 原来是被亲王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 被亲王笑道 自然不是第一次 陆盟主 请 陆影 陆影跟随被亲王踏入神谷大陆 天空烟雾缥缈 从上往下看 可以看到神谷大陆风貌 神谷大陆与普通陆地山川没什么不同 不过有些山川地貌形成了诡异图案 有些山川地貌直接就是毒物尸体 一路上 被亲王给陆影介绍了神谷大陆 陆影颇感兴趣 在他认知中 这里迟早是他的地方 多了解一点没坏处 亲王阁下 当初我对你说的话 可还记得 陆影忽然问道 两人游走神谷大陆天空 距离古王城不远 被亲王目光一闪 在下对外界实在不感兴趣 多谢陆盟主好意了 陆影万袭 一个古流界 风景即便在美 也就那样了 毕竟太小 外面就不同 内宇宙 外宇宙 宇宙海 新宇宙还有那三千大世界 以及第五大陆之外的庞大地狱 令人神往 以亲王阁下的实力 不出去闯荡一番太可惜了 第五大陆之外的地狱 陆盟主说的可是第六大陆 被亲王问道 当初第六大陆入侵之前 别说被亲王 就算秦少皇都不清楚第六大陆 但随着第六大陆入侵 第五大陆但凡修炼者几乎都知道了 第五大陆之外 也只有个第六大陆 陆影摇头 第六大陆已经被永恒族占据 我说的是另一片星空 被亲王恶然 另一片星空 陆意诧异 令兄妹告诉你妈 另一片 可以成祖的星空 被亲王目光一缩 愣在了原地 成祖 是所有修炼者最终的梦想 哪怕一个刚刚踏入修炼领域的人 做梦也都想着成祖 即便可能性连百亿万分之一都没有 被亲王同样如此 他是神谷王朝最接近新史的修炼者 自然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祖 不过这个梦想太遥远 陆影远去 被亲王急忙追上 陆盟主 什么成祖之地 陆影淡淡道 去问领兄吧 他没有告诉你 肯定有他的原因 被亲王目光闪烁 不错 这是挑拨 看着陆影认真的面旁 他确认这就是挑拨 挑拨他与皇兄的关系 但 成祖 诱惑太大了 皇兄真的知道吗 如果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前面就是谷王城了吧 亲王阁下 可否带我参观一番 陆影声音传来 被亲王再次追上 不错 前面就是谷王城 陆盟主 请 谷王城四面高墙 水流如瀑布倾泻而下 雾气笼罩河流 雾气并非正常的白色 而是彩虹色 由蹲在墙壁上那一只只巨大的蛤蟆吐出 陆影惊讶望着谷王城城墙 只见城墙之上 每个一段距离就有一只巨大的蛤蟆吐出彩虹球 球体撞到谷王城顶端一个主子上 碎裂 化位雾气 伴随着彩虹色降落 众多巨大蛤蟆吞吐 彩虹色雾气足以笼罩整个谷王城 这些蛤蟆式 陆影惊奇 被亲王自豪 那不叫蛤蟆 名为彩虹蝉 是一种无攻击性 却剧毒无比的物种 由我神古王朝培育 这种彩虹蝉吞吐的彩虹球碰撞古王城独星柱 融合产生的雾气就连星矢都忌惮 陆影抬脚跨入星元宇宙 妄图通过星元宇宙进入古王城 但惊讶发现古王城所在位置的星元宇宙 竟也有一层薄薄的彩虹雾气 星矢确实可以通过星元宇宙进入古王城 但身上也会沾染彩虹之气 进入古王城立刻就会被发现 唯有修为登峰造极的强者可以避开 而那种强者即便强闯也可以轻易进入古王城 没必要偷摸进去 我古王城会以礼相待被亲王介绍 陆影点头 赞叹 第一次见到这种防御 被亲王笑道 也不算是防御 这是市井的一种手段 星矢之下无法强闯 星矢强闯会被发现 普通人如何进入 秩序持有我古王城配发的令牌即可 那种令牌与彩虹之气相互排斥 持有令牌 可以随意进入 如果令牌被敌人拿到呢 每个人的令牌都是唯一的 被亲王说着 抬手 掌中出现一枚造型普通 刻着古字的令牌 递给陆影 这是陆盟主你的 陆影接过 之间令牌上有九个数字 第一次输入的数字与接下来输入的数字 必须相同才能打开令牌的暗格 释放于彩虹之气象或排斥的物质 否则令牌没用 对了 输入数字只能是一次机会被亲王介绍 陆影无语 这不就是密码解锁吗 好古老的手段 他本以为是用血液绑定什么的 虽然以血液绑定他不会愿意 古王城防御看起来那么高端 但配合着的令牌 档次明显掉下去了 陆影在被亲王带路下 轻松进入古王城 古王城非常热闹 神古王朝的服饰也别具一格 看得陆影眼前一亮 不管神古王朝对外形象如何 这里的人本身还是很开心的 每个人脸上都是真挚的笑容 他理解元老太师为什么不愿意 神古王朝插手外界的事了 不管是好是坏 都会破坏这里平静的生活 刚进入神古王朝没多久 录影就碰到熟人 一百万立方新能 成就成 不成就算 古王城一家店铺内 闻亲耳的声音传出 身旁站着闻三思 店铺里面卖的都是各种毒物 这种店铺在神古王朝最常见了 这里所有人都需要毒 不行 这可是巨毒狼蛇 一百万立方新能怎么可能买到 必须一百五十万 店铺老板断然道 闻亲耳大喝 最多一百二十万立方 必须一百五十万 一百三十万 必须一百五十万 老板 你脑子不会转弯是吧 做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你至少让一步 标价三百万 你给我砍到一百五十万 还想砍 过分了 可可 一百四十万吧 给个面子 你谁啊 我要给你面子 闻亲耳大怒 眼睛瞪得圆圆的 露营走进来 吸引了几人目光 闻亲耳回头看去 惊讶 露营 对闻三思点点头 看向闻亲耳 你喜欢毒蛇 闻亲耳嫌弃 当然不喜欢 但来都来了 总要带点特产回去 露营好笑 第1759张针锋相对 特产 姑娘 你在开玩笑吧 这可是狼蛇 你去打听打听 放眼神谷王朝 能买得起的能有多少人 店铺老板怪叫 闻亲耳瞥了他一眼 真不会做生意 对于普通人来说 结算货币都是以宇宙币 不 甚至是帝国自己出产的货币结算 比如大宇帝国的宇山币 一宇宙币可以兑换十宇山币 而百万立方新能晶体足以兑换十万亿立方宇山币了 露营不知道神谷王朝自身货币与宇宇宙币的兑换比例 就算神谷王朝自身货币与宇宙币价值相当 百万立方新能晶体也足以兑换万亿立方宇宙币了 一条狼蛇价值万亿立方宇宙币 确实不是特产可以概括的 当然 宇宙中货币并非如此算 那只是普通人的货币 对于修炼者来说 宇宙币就是废纸 尽管如此 百万立方新能晶体也是相当多的 行了 不买了不买了 走文欠而不买 当头走出 店铺老板怒了 姑娘 你跟我砍价砍那么久 耽误我多少生意 说不买就不买了 怎样 你还敢强买强卖 文欠而回头瞪了眼店铺老板 店铺老板咬牙 贴了眼闻三思和录影 尤其是被亲王 感觉惹不起 哼了一声 一拳砸在柜台上 店铺震动了一下 门外 细微的粉末洒落 乍看上去以为是灰尘 文欠而没有在意 任由这些灰尘落在身上 突然地 文三思将他拉回来 文欠而错愕 文三思盯向店铺老板 目光森寒 你敢下毒 店铺老板迷茫 什么下毒 文三思皱眉 随手一招 地上那些粉末被卷起 扔向店铺老板 店铺老板不闪不闭 任由粉末落在身上 乃至脸上 误解客人 您要做什么 文三思眼睛眯起 录影惊讶 这才是神谷王朝的名风吧 这店铺老板明显不怕毒 刚刚那一手势报复 文欠而没发现 正好让他吃点苦头 如果发现 他也可以装作不知道 哪怕客人将粉末 撒在他身上 他也无所谓 这才是神谷王朝 被亲王在一旁看着 没有插手的意思 神谷王朝对外确实封闭 但不代表他们好欺负 文三思算是吃了个哑巴亏 他有能力轻易解决店铺老板 但这里毕竟是神谷王朝 已经出手一次 便不好再出手第二次 领叫了文三思淡淡道 说着 就要带文欠而离开 这时 店铺外进来几个人 赫然是相知 言以及荣耀殿堂理事会的幼先生 几人一面与文三思还有文欠而碰到 文三思认出了幼先生 诧异 幼理事 您怎么会来这 幼先生扫过店铺内众人 尤其在看到录影的时候 目光为变 随后对文三思笑道 接到神谷王朝邀请 就来看看 无意中路过 似乎错过了什么 文三思淡淡道 没什么 小误会 文三思并不认识相知 但他认出了眼 这位内宇宙总裁秘书 名声还是很大的 相知看向录影 笑道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碰到陆盟主 陆盟主 陆盟主别来无恙 录影淡笑 还行 三叶草公司也是受到邀请来的 是啊 特来送上赫里相知回道 幼先生看向录影 不嫌不淡 没想到陆盟主也在这 久违了 录影挑眉 我认识你 文三思 相知几人诧异 这口气很不友好啊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佑先生与陆盈不是一路的 但一来就对上 还是出乎意料 陆盈根本不在意佑先生 说是李氏 其实也快结束了 如果不是男员始终护着他 他比正夜王退的还快 以陆盈如今的身份地位还有能力 没必要跟这种人家客气 佑先生冷笑 陆盟主是大人物 不认识我这种小人物很正常 李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姓名 来历 背景 实力 职务 说说看 说不定我能记得陆盈随意到 佑先生脸色难看 这不是自我介绍 是审讯 陆盈对他说话的口气让他憋屈愤怒 佑先生身后始终跟着他的男子开口 这位是荣耀殿堂九大理事之一的佑先生 没人想到此人会说话 相知差异看了一眼 这个人他认识 李 荣耀殿堂首位界山的修炼者之一 与三叶草公司关系很不错 演的朋友 本以为是个人物 没想到这么蠢 这时候插嘴 演脸色一变 急忙对立实眼色 就连佑先生脸色也更难看了 这时候说出他的身份 只会给录影侮辱的机会 果然 录影开口了 就大理事之一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但也知是现在 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可说不准 说不定 说到这里 陆影目光冰寒 明天就下了 佑先生大怒 瞪着陆影 陆盟主说话 小心点 李氏会不是你可以操控的 你这么说 李氏会可以追究你的责任 陆影不在意 你可以试试 佑先生气得脸色长红 李此刻也感觉到自己说错了 陆影怎么可能不认识佑先生 此次佑先生来神谷王朝 他为了接近南原李氏 主动提出保护佑先生 本就不应该插嘴 此刻给了陆影嘲讽佑先生的借口 如果佑先生退位还好 如果不退位 他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不会好过 李氏谁 陆影忽然看向李问道 立心一沉 硬着头皮回答 在下李 奉命保护佑先生出行神谷王朝 奉谁的命令 陆影问道 李苦涩开口 李氏会 陆影不解 李氏会专门召开 让你保护这位即将退位的佑先生来神谷王朝 不太可能吧 我记得你 保护戒山的修炼者 我认识戒山首座前辈 有机会倒要问问他 保护戒山的人为什么会保护一个李氏出行 李脸色苍白 目光充满了惶恐 他没想到陆影居然连戒山首座都认识 那位大人他怎么会认识 相知打圆场 陆盟主 此次来神谷王朝 可准备了什么贺礼 可不要太贵重 否则我们的就拿不出手了 陆影笑道 没什么礼物 这不再挑麻 相知无语 现在挑 还是在谷王城 开玩笑的吧 这位是被亲王吧 相知看向陆影身旁始终没开口的男子道 被亲王没想到相知认识他 他一直在看热闹 在下正式 阁下是三叶草公司内宇宙总裁 相知 相知笑道 没想到亲王阁下认得我 被亲王笑道 自然认得 相知姑娘的大名 谁人不知 听着几人客套 店铺老板蒙了 陆蒙主 荣耀殿堂理事 尽管他对外界不太了解 但这两个词听了不止一遍 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没想到来的都是大人物 突然地 他居然听到了被亲王的名讳 不可置信望着那个穿着神谷王朝服饰的男子 此人是被亲王 想到这里 他连忙上前行礼 小人参见被亲王 被亲王摆手 不用拘礼 忙你的 忙 店铺老板茫然 忙什么 忙着听这些人互吵 他能听吗 老板 有没有特色的东西 我要买来送给你们的皇帝陛下录影开口 面向店铺老板笑着问道 店铺老板呆滞 不知道怎么回答 闻切儿翻白眼 他能有什么好东西 又先声冷哼 陆蒙主也太看不起秦皇了 随便买份礼物相送 不觉得失礼吗 陆影嘴角弯起 我倒是想把长生大战团送给秦皇 可惜被灭了 李佑先生大怒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阴阳怪气的声音 好大的威风 没猜错 这位应该是陆影陆蒙主了 说着 店铺外不少人出现 将店铺为满 一个面色雪白 目光阴寒的男子缓缓走来 看不出多大年龄 声音听起来尖细锐利 却又带着一丝沧桑 陆影皱眉 此人盯着他目光充满了阴毒凶狠 如真一般 嘴角还带着诡异的笑容 让他非常不舒服 你是谁 陆影问道 男子步入店铺 面朝被亲王缓缓行礼 参见王爷 被亲王昂了一声 这位是帝公一总管 是我皇兄的心腹 一总管连忙笑道 王爷哪里话 心腹不敢当 只是奴仆而已 为陛下 为王爷效劳 陆影看着一总管 刚刚是你在说话 一总管面朝陆影 依然笑得那么诡异阴毒 陆蒙主是吧 奉陛下之命 特来迎接 不过一进来就看到陆蒙主的威风 让小人实在惶恐 不知这谷王城哪里得罪了陆蒙主 陆影目光一寒 没有说话 因为店铺外又有人进来了 是一个女子 正是秦隆隆 店铺老板彻底跪下了 头都不敢抬 如果说陆影 又先生这些人是神谷王朝外的人 哪怕全是在高也与他无关 被亲王为人封平很好 也没有与他计较 那么依总管的出现就将他吓傻了 因为依总管是神谷王朝一人 这些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的绝顶人物 第1760张录影的贺礼 尤其对于他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依总管可以直接掌控生死 这不仅是实力地位上 更是因为依总管为人贪财 这一条街都是他的生意 他这家店铺的幕后老板的老板 就是依总管 依总管来也就算了 竟然连大黄女情隆隆都来了 店铺老板瑟瑟发抖 依总管 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对陆盟主说话 秦隆隆到来毫不客气训斥依总管 依总管笑容不变 缓缓行礼 老奴参见殿下 秦隆隆盯着依总管 神色厌恶 父皇让你来是迎接陆盟主他们 你刚刚在做什么 依总管笑道 老奴只是见到陆盟主的威风 仰慕不已 忍不住赞叹两句 没有别的意思 说到这里 他面朝陆盟行礼 陆盟主不会怪罪吧 陆盟淡笑 依总管也在笑 笑得那么阴毒 那么让人生厌 其实你是神谷王朝的人 我就算怪罪也怪不到你头上 只能说你的主子太仁慈了 不会叫奴才陆盟淡淡道 依总管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瞳孔上邪 钉向陆盟 看来陆盟主欲下有数了 陆盟笑道 刚刚你问我会不会怪罪 我就替你主子教育一下 算是送给秦皇修未突破的贺礼了 说着 随手一挥 啪的一声 依总管被一巴掌抽飞了出去 重重砸在店铺外 众人惊讶 没想到陆盟居然如此果断的出手 一点面子都不给 被亲王挑眉 神色惊恶 跟随依总管来的那批人 其其冲向店铺要对陆盈出手 被秦隆隆喝纸 滚出去 依总管急忙起身 半边脸肿的高高的 拦住自己的护卫 退下 殿下和王爷在此 喜容你们放肆 众多护卫急忙退下 依总管目光憎恨 与陆盈对视 眼底深处带着深深的寒意 在这神谷王朝 没想到居然敢这么打他 让他都措手不及 但对方的身份 他注定惹不起 刚刚是老奴叔错话了 陆盈主可解气 陆盈随意道 替我转告秦皇 赫礼 我已经送了 希望他满意 依总管再次露出阴毒的笑容 明白了 奴才告退 说完 也不与被亲王还有秦隆隆打招呼 就这么走了 众人可以看到他眼底深处的怨毒 秦隆隆复杂看向陆盈 苦笑 陆盟主何必如此 陆盈皱眉 看他不爽 好耿直的理由 在这偌大的古王城 在这神谷王朝 能这么对依总管的除了秦少皇 也就陆盈了 就连被亲王都不能这么对依总管 不仅是身份 更是忌惮 依总管是出了名的阴毒 秦隆隆虽然这么说 但陆盈的一巴掌也让他很解气 依总管虽对他客气 但实际上压根不在意他 秦盛就是被依总管逼走的 这件事情隆隆知道 被亲王也知道 却无人能说 陆盈的肆无忌惮还有霸道 在刚刚那一掌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压根不在乎依总管 也不在乎他背后的秦少皇 是敌是友 早已确定 陆盟主 我们就先走了 宴会见相知对陆盈客气道 又先生也走了 梅与陆盈打招呼 闻三思临走前小声对陆盈说了一句 你不该来 被亲王也走了 招待陆盈的任务交接给秦隆隆 两人年纪相近 更适合接触 众人一个个离去 最后只剩下陆盈 秦隆隆和店铺老板 店铺老板还跪在那 头埋的要多低有多低 根本不敢抬 不过刚刚偷眼看到 依总管被一巴掌打飞的一幕 深深知道这群人中 貌似就那个被称为陆盈主的年轻人最狠 幸亏没得罪他 秦隆隆对陆盈道 陆盈主 话还没说 陆盈抬手 同辈 不用那么称呼 见外了 我们很熟吗 秦隆隆本来想这么说一句 但没说出口 好 陆兄 我带你去休息的地方 陆盈点头 跟随秦隆隆走出 一间小小的店铺 却在刚刚吸引了整个神谷王朝的目光 接下来一段时间 店铺老板肯定不得安生 发生在店铺内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细节都会被问出来 秦隆隆给陆盈安排的住处是他下他的行宫 同样在谷王城 但这处行宫几乎无人知晓 是秦隆隆想平静的时候才带的 听着秦隆隆介绍行宫 陆盈道 你父皇不会是希望我以后平静一些吧 秦隆隆笑道 陆兄想多了 父皇可没那个意思 知识行宫位置偏僻 少有人打扰 环境也好 所以给你安排 陆盈点点头 两人不急着去 就在这古王城街道上闲逛 古王城很热闹 充满了闹事喧嚣之气 不时有人争斗 带出各种各样的毒物 如果不算那些修炼者 这里倒于普通人类古代皇城一般 那个一总管很受你父皇信任 陆盈问道 秦隆隆点头 父皇很小的时候 他就伺候了 这么多年下来 他也算尽兴 还没死 陆盈诧异 秦少皇实力可不弱 此次之所以邀请他们 就因为突破 应该能与八十万战力强者对抗 活了很久 那德伊总管没突破星矢 怎么跟上秦少皇步伐的 这才是伊总管最特殊的地方 他每个一段时间以毒冰封生机 一直活下来秦隆隆说道 声音很轻 但分量 却很重 秦少皇作为帝王 身边不缺乏事后的人 却宁愿等这个伊总管 这份情仪已经不是寻常的主仆情了 怪不得就连被秦王和秦隆隆 对伊总管都那么客气 这么看来 自己算是打了秦少皇一巴掌 秦隆隆不在意看了看录影 见他脸上没有异色 是不在乎吗 想想也是 剑宗 白叶族 哪得不比神谷王朝强大 神谷王朝特殊就在于地理位置与环境 去掉这些 神谷王朝连文家都未必比得上 陆影率领的东江联盟可以摧毁白叶族 压制剑宗 逼迫文家 自然不在乎神谷王朝 更不可能在乎一个伊总管 在古王朝最热闹的街道上走了小半个时辰 最后 秦隆隆停在一家非常气派的酒楼前 这座酒楼是整条街道最高的 占地很广 四通八达 门口站着两排逝者 都是修炼者 都达到了荣敬修位 陆兄 带你见个人吧 秦隆隆笑道 陆影点头 好 跨入酒楼 出乎意料 与外面看上去不同 没有意料之中的富力堂皇 反而很简朴 却又很大气 跟随秦隆隆登上顶楼 两名貌美式女工身行李 由于穿着问题 陆影几乎能看到胸前一片雪白 连忙转过脸 陆兄 请秦隆隆好笑 堂堂东江联盟盟主 竟还有这一面 传出去谁能信 陆影进入雅间 入眼 一个身着黑纱外衣 佩戴精美花瓣面罩的女子起身 对着陆影款款行李 小女子元淼淼 见过陆盟主 女子虽戴着半部面罩 却难掩其绝美之姿 陆影可以清晰看到她嘴角弯起的弧度是那样诱人 目光也如星辰般璀璨 元老太师的孙女 听女子明慧 陆影诧异 元淼淼在此行李 没想到陆盟主知道小女子 陆影看向秦隆隆 秦隆隆道 我与淼淼是最好的朋友 他请我帮忙约你一叙 陆影迷茫了 元老太师主张不参与外界任何事 秦隆隆却偏向剑宗等势力 想办法遏制东江联盟 立场不同 虽不是敌人 但却是神谷王朝对待东江联盟的两个派系 如此情况下秦隆隆竟然替元淼淼约见自己 他是什么意思 隆隆没有别的意思 陆盟主不要误会 他只是受不过小女子请求 带陆盟主前来 元淼淼开口 声音柔和 信任心疲 陆影坐下 淼淼姑娘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秦隆隆看向他 元淼淼看向秦隆隆 出去吧 我们的话 你最好不要听 秦隆隆咪嘴 点点头 走了出去 陆影饶有兴趣看向元淼淼 你们关系很不一般 他可是神谷王朝大皇女 宁愿违背自己父亲也要帮你约见我 甚至不问原因 我很好奇 元淼淼淼笑 这是我们的友情 从小到大 我与隆隆接触的时间远远超过父母 爷爷他们 隆隆与我接触的时间也超过陛下 心情天注定 友情 却是自己寻找 我们都认为友情比亲情更可贵 陆影第一次听到这种理论 好吧 你找我什么事 元淼淼起身行礼 非常郑重 陆影没有避让 以他的身份 别说元淼淼 就算元老太师行礼 他也不需要避开 他有这个资格 还请陆盟主离开古流界 元淼淼沉声道 气氛一阵沉默 元淼淼弯腰行礼 始终没有抬起 陆影眼睛眯起 元老太师的意思 元淼淼沉声道 神谷王朝不应该插手外界纷争 爷爷这辈子的希望就是这个 这里的人生活很富足 没什么战乱 一旦插手外界纷争 未来结局如何无法预料 神谷王朝不能赌 录影四笑非笑 你怎么确定我在这里 神谷王朝就会插手外界纷争 是神谷王朝要对我做什么 还是情少皇要对我做什么 他在这儿说什么